好 我们继续往下读啊 顺年二时以孝文 年三时姚举之 年五时设行天子事 年五十八姚崩 年六十一代姚见地位 见地位三十九年 难寻守崩于苍武之也 藏于江南九夷 事为零零 我们看一下这一小段说的是什么啊 这个时候呢 已经到了这个帝顺的晚年了啊 顺呢 是年二十以孝文 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因为孝 对父母很孝 就已经名文天下了 到三十岁的时候呢 这个姚啊 就把它举荐出来 代替自己呢 设行天子之政啊 年五十 也就是这个顺呢 到了五十岁的时候 开始设行天子之事 年五十八 这个姚帝呢 就驾崩了 年六十一 也就是这个顺帝呢 在六十一岁的时候 他就代替这个姚 登上了这个地位的宝座啊 那为什么是五十八姚崩 然后顺六十一 他这个登地位呢 是因为这里边这个过去这个君王死了之后呢 这个顺呢 为这个姚守了三年的丧 那么三年过后呢 是自己六十一岁的时候 就正式的代替了姚 成为了天子 那么他呢 在地位上 建地位 也就是登上地位之后呢 又活了三十九年 南寻守 到南边去寻守的时候 因为这个我们前边已经讲过了啊 就是这个地呢 一般都是五在一寻守的 就是五年一寻守 然后其余的那四年呢 都是各个诸侯国到中央政府来朝见他 在寻守的时候呢 他就是死在了苍武之野 那么这个苍武之野具体的这个位置呢 应该是据考证啊 说是在今天的广西省的五州市 是在这个地方啊 据说是在这个地方 藏于江南九夷 九夷呢 怀疑是一个山的名字 有人说呢 它的地址是在现在的这个湖南省 宁远县 埋在这个地方 市为陵陵 那么陵陵呢 这个词啊 现在这湖南有这个地方的 叫陵陵县 可能已经升级为陵陵市了啊 然后关于这个陵陵呢 有几种说法啊 一种认为这个顺地的那个陵 陵是陵墓的意思 是坟墓的意思 那前面那个陵呢 是这个顺地的陵墓的名字 所以呢 就把顺地 起的这个埋顺地的那个坟 就叫陵陵 也有人说呢 这个陵陵本来是一个地名 就是湖南的一个地名 还有人说呢 这个陵陵之所以作为一个地名 就是因为当年这个顺埋在这里 所以说后来一代一代的演变之后啊 这个陵陵就成了一个地名了 不管是哪种这个说法吧 反正只要知道这个陵陵是一个地名就行了 顺呢 就是埋在了这个地方 接下来呢 就是总结了一下顺的这个功过啊 顺之见地位 就是顺登上了天子的宝座之后呢 在天子之旗 在天子之旗呢 就是车上啊 插着天子的荆棘 这个在呢 就好像是拉着的意思啊 用车呃 呃 载东西往前走的那个在啊 呃 往朝复 鼓手 呃 因为他已经当上了这个天子嘛 所以说他要决定回去看一下自己的老爹 是鼓手啊 呃 呃 这个表现的呢 是这个魁魁为谨 魁魁呢 是千敬的那个样子啊 就是见虽然自己已经是贵为天子了 但是呢 见到自己老爹 还是表现的非常非常的啊 啊 谦卑恭敬 如此道啊 如此道呢 就是还是像一个儿子一样的对待老爹 封地相为诸侯 顺子商君亦不孝 顺乃欲见于于天 呃 然后自己的老爹朝见完了之后呢 这个顺呢 又封了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弟弟 就是那个相 他呢 是做了这个诸侯 根据这个孟子的这个记载啊 这个这个诸侯国的名字叫有鼻 就是鼻子的那个鼻啊 就是像呢 做了这个有鼻 这个诸侯国的国君 呃 然后呢 这个顺的儿子啊 这个商君也不怎么着 就是这个人呢 才学也不行 才德也不行 啊 顺呢 就一看他自己继承不了 自己的这个地位 于是呢 就在自己晚年啊 预先的推荐大鱼 向哪里推荐呢 向上天来推荐大鱼 呃 十七年而崩 呃 然后呢 就是十七年之后 也就是说这个呃 顺的做法 就跟当年姚对他的做法是一样的 自己呢 先向上天推荐鱼 让鱼呢 呃 呃 代替自己 设行这个天子之政 自己呢 退下来 退到二线 那么十七年之后呢 这个顺帝啊 就死掉了 那么三年丧帝 呃 这个还是一样的 这个鱼 他的做法就跟顺 当年对姚的做法是一样的 守了三年丧之后呢 这个鱼啊 呃 觉得好像自己 就这么做了这个天子啊 也不是特别妥的 他呢 也像当年的顺一样 就把这个天子之位啊 让给了顺的儿子商君 就像顺 当年让那个姚的儿子丹珠是一样的 但是呢 这个诸侯归之 大家伙呢 天下的诸侯都呢 归服到鱼这里 而没有到那个商君那里去 然后这个语呢 就开始登上了天子的这个地位啊 啊 姚的儿子丹珠跟顺的儿子商君 皆有疆土以奉先寺 啊 虽然呢 这两个人呢 丹珠跟商君呢 德行不怎么着 财学也不怎么样 但是呢 这个国君并没有 这个也就是天子并没有难为这两个人啊 啊 让他们呢 都是有了国家 有了自己的风土 让他们呢 这个祭祀自己的祖先 服其服啊 礼乐如之 以客见天子 天子扶尘 是不敢钻也 也让这个丹珠跟那个顺的儿子商君呢 也穿上了原来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那么就穿什么样的衣服 就是他父亲在位的时候 他原来固有的是什么样的衣服 那你就还继续穿什么样的衣服 然后呢 这个音乐也是一样 礼乐如之 也就是他父亲在位的时候 他原来那个实行的那个礼乐 就该是什么样的礼乐 还是什么样的礼乐 就没有变 然后呢 以客见天子 也就是说什么呢 他们在见到当时的国君呢 当时的这个天子的时候 是以客人的身份见的 而不是以一个臣下的身份见的 你像那个丹珠见顺的时候 还有这个商君见羽的时候 都是以客人的身份去见的 天子扶尘 这个当时的这个天子啊 也就是顺也好 羽也好 并没有把这个这两个人 当成是臣子来看待 表示呢 自己不敢专善 是不敢专业 好 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一小段读完啊 自皇帝至顺语 皆同姓而意其国号 以章明德 故皇帝为有雄 帝专须为高阳 帝库为高新 帝瑶为陶堂 帝顺为有余 帝语为夏后而别氏 姓四氏 歇为商 姓子氏 气为周 姓姬氏 那么就是从这个皇帝啊 从根这个地方往后倒一下啊 就是从皇帝一直到顺 到羽 大家都是同姓 为什么都是同姓呢 因为这个顺跟羽 都是皇帝这一只下来的 都是皇帝的子孙 都是他的后代 所以大家是同姓 而意其国号 但是呢 他们自己各自建立的 这个朝代的号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以章明德 来彰显啊 用另外一个不同的国号 来显彰显他们的这个道德跟功绩 这个叫以章明德 然后因此这个皇帝呢 是有雄氏 帝尊须呢 是高阳氏 帝库呢 是高新氏 帝瑶为陶堂氏 帝顺为有余氏 帝语 哎 他就不一样了 他是夏后氏 但是呢 他自己令了一个别姓啊 而别是他就跟这个皇帝不是一个姓了 他姓四氏 姓四氏啊 就是后来的那个像到春秋的时候 到战国的时候 那个启国 就是那个启人忧天的那个启 他就是夏朝的那个后代 所以他的国姓呢 一直就是四姓 然后歇呢 是商 他呢 是这个商 然后是姓子氏 也就是说 这个整个商朝的国姓呢 是子 你像孔子呢 就是这个商朝的后代啊 是这个 这个孔家的后代 所以说呢 但是呢 他是氏是孔 他的姓呢 是子 契呢 就是周 契就是后继 后继是官啊 契是他的名字 他是周朝的这个始祖 姓姬氏 所以说这个就是 到了这个时候呢 就这五帝啊 基本都差不多了啊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最后还有一小段 是这个太史公啊 对他做这个五帝传的 那个一个这个 一个总结啊 这个也是符合 就是那个 也不是符合 这个可能是太史公啊 他仿照了前朝的 那个左传呢 因为左传有的时候 那个里边会出现 那个君子约 或者是 这个君子言 因为这些呢 这个君子啊 他就会对当时 发生的那个事件 有一个评价 那么这个太史公 在写这个史书的时候呢 他把这个体材啊 也借鉴过来 所以说在这个 每一章写完之后呢 他自己都会有一段 自己的这个总结 那么我们看一下 五帝这个 就是五帝本纪 最后的这一段啊 太史公约 学者多称五帝尚已 然尚书独在谣以来 而百家言皇帝 其文不雅训 见身先生难言之 太史公就说了 太史公呢 就是这个司马迁老先生 对自己的称呼啊 他说这个学者啊 都这个称呢 是讲说的意思 学者呢 都讲说这个五帝 当然这个五帝乃五帝呢 就因为前面我已经讲过了 这里就不说了 就是这个 以司马迁老先生的说法呢 那就是皇帝 然后专须 帝库 这个羽 还有这个 摇根顺 就这么五帝啊 说当时的学者 在谈论 在讲说五帝的故事的时候呢 都非常远了 非常久远了 就是这个上呢 是久远的意思 所以说那个有一本书啊 就是这个四书五经当中的 那个上书 那个上字本身就是久远的意思 然呢 就是 然而上书呢 单独的记载了 摇以来的事 也就是说 他说什么意思呢 上书记载的最早的人物 就是摇了 就摇以前的那些什么皇帝啊 这个 专须啊 帝库啊 像这些东西呢 就是在这个上书里面 都没有记载 那么这些东西 这个司马迁老先生 在这个五帝本记里面也把他们列进来了 那他是怎么得到这个 拿到这个材料的呢 他在这段里面就会讲啊 他说这个 而百家 言 皇帝 当时呢 可能在汉代啊 就是在这个司马迁生活的 那个西汉的年代 很多人呢 都在谈论皇帝的事情 奇闻不雅讯 就是他那个文章啊 谈论 有的人因为要写文章嘛 要写写文章 来讲述这个皇帝啊 帝库啊 专须的这些事 但是呢 这些文章表现的呢 就是写的写法都是很不正经 就是这个荒诞不惊 就好像听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 然后 所以当时在汉代的那些学者啊 建申先生 建申先生就是指 怎么说呢 就是指那些 当时的社会当中的上流人物吧 就是一些有身份的人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身呢 就是那个 呃 角丝旁下一个身的这个身 他是指过去古大夫 这个古代啊 那个士大夫以上 腰里边扎的那个很宽的那个带子 他腰里边扎个带子之后呢 然后他把一头啊 就是呃 没有记上的 他会垂下来 那个垂 整个那个带子呢 就叫身 那么建申呢 其实就是近申 因为这个官僚士大夫 在上朝的时候呢 经常会把手里拿的那个护板呢 会插到自己的那个腰带里边 所以说建的 你可以理解成 是近 就是一个提手 加一个近国的那个近 啊 就是这个一个亚底下 加一个日的那个字啊 所以说建身 又是 又是这个近身 啊 他这个意思呢 其实就是这个 指这个 有时 当时有身份的人 啊 那下流社会的那些庶民呢 就是比如说 种地的 打猎的 砍柴的这些呢 他就平时不能穿这些衣服 而这些 这个上流社会的 有身份的人呢 也很难再称说这个 啊 这些事 就是关于皇帝的那些事 那么孔子呢 他呢 据说啊 在汉代的时候 在司马迁的时候 孔子呢 他呢 写了两本 这个留下来两本书 一个是 《载于问武德》 《问武帝德》 和这个《帝系姓》 《如者或不传》 当时呢 在这个 就因为这个孔子生活的年代 也是早于司马迁好多年啊 所以呢 就是当时呢 就是流传了两本书 这两本书呢 一个是孔子家喻里边选了 就是这个载于 载于呢 是孔子的一个学生 他呢 就是问孔子 什么是武帝啊 武帝的德行在哪里 这篇文章呢 被记载在那个 孔子家喻里边 在当时汉朝的时候 也应该比较流行 还有呢 据说孔子有一本书 是《帝系姓》 就是关于这个 中国很久很久以前的 那些帝啊 那些天子啊 他姓什么 叫什么 他的生平事迹 孔子呢 可能还写过这样一本书 但是呢 儒家的人呢 或不传 为什么不传呢 可能认为啊 这个 这个书啊 就是好像都不是什么 正经书啊 所以汉代当时那个 读书人呢 都没有把这两本书 或者这两篇文章 当成是正经的这个史料 把它这个传播开去 或者是继承下来 然后呢 这个司马迁就说了啊 说于长西至空铜 北过着陆 东见于海 南浮江淮以至 长老皆各网称皇帝 尧顺之处 封教故书焉 总之不离古文者近视 然后司马迁说了 说这个我呀 就是这个 为了写这本史记啊 曾经呢 就是最西的地方 到过空铜 最西的地方是到过这个空铜啊 空铜可能就是 应该是在 今天甘肃省平良市的那边 然后呢 是这个南北呢 到着陆 着陆呢 这个地方我们以前也讲过 就是那个 不是讲过那个 着陆之野吗 这个地方应该是在 河北省的着陆县 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东呢 到大海 这个不用说了啊 南呢 是到了南浮江淮 那南呢 一直走到了长江跟淮河 这个两岸 到的时候 那个志呢 就是每次到了这些地方之后 当地的那些长老呢 都是跟我讲述这个当年 皇帝呀 还有瑶啊 还有顺呢 他们都生活在哪里 那个楚呢 就是他们生活的处所 他们都是在哪里生活的 就是大家 那些长老都是口耳相传 没有文字资料 就是跟这个司马迁 就是讲 风教呢 顾书言 就是 他们这个传说的 这个五帝的 这个当时的那些事情啊 他呢 就是感觉 就是凡是 就是他们讲 就有五帝生活过的 这些地方 就是有皇帝 瑶顺生活过的地方 他的民风跟民俗 感觉上呢 跟别的地方 确实是不太一样 毕竟是有这些圣人呢 在这些地方呢 可能有过风化啊 大家都跟圣人学 所以说 他的风 风俗跟教化 就跟别的地方啊 没有这些这个圣人 生活过的地方一比 那明显就不一样了 但总之呢 不离古文者近视 这里的古文呢 就是指前边那个 载于问五帝德 和那个地系性 就是指孔子老先生 写的这两本书 就是说这些老人呢 口耳相传的这些 关于皇帝啊 瑶啊 顺啊 他们的生活习惯 跟那个孔子留下来的 那两本书 载于和那个地系的 这两本书 里面记载的都差不多 于观春秋国语 其发明五帝德 地系性张矣 那么我司马建议说 于就是我啊 于就是我 司马建议说了 说我呀 在看这个春秋跟国语的时候 春秋跟国语呢 这是两部非常有名的这个史书啊 春秋呢 据说是由孔子所修 有人说呢 是孔子写的 这个表达呢 这个表这个说法 可能不是特别确切啊 因为春秋是鲁国的国史 孔子呢 是修的 这个鲁国的国史 是专门由史官写的 并不是孔子写的 那么为什么叫孔子修春秋呢 是因为孔子啊 把这个鲁国的国史呢 全部都拿过来了 然后他从里边呢 截取了一段 也就是截取了 从这个鲁颖宫 到鲁埃宫 这12个国君 生活的250多年 啊 截取了这一段呢 修的春秋 他为什么叫修呢 就是这个 把这些这个史书拿过来之后 他要根据自己的那个需要 那个教化的需要呢 他要把该删的要删 该剪的要剪 所以最后就形成了春秋呢 这样一部经书 也是五经之一啊 也是五经当中唯一的一部历史经书 啊 这个叫春秋 然后解释春秋呢 一共有三部书 因为春秋这个东西 你这本书 你只看春秋的话 你是永远也看不明白的 因为它记载特别简单 啊 后来呢 就是有人在解春秋 解春秋的书呢 就是有三本 一个是左传 啊 一个是这个公羊传跟古良传 有这么三本书 当然最流行的就是左传啊 啊 我现在呢 在那个喜马拉雅里面 同步的也在这个读这个左传这本书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 可以登陆喜马拉雅 啊 这个找 搜索我的专辑啊 就是春秋 左传 经读 啊 我姓胡 大家一搜就能搜到 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这个跟着读一下 然后国语呢 据说也是这个左秋名写的 说这个呃 也是左 左传就是左秋名写的 国语呢 据说也是他写的 啊 这个 所以司马迁呢 因为这两本书都是在司马迁 以前的年代就已经存在了啊 所以司马迁说 他是在这个读春秋跟国语的时候 那么他就感觉呀 就是春秋跟国语里边 记载的这个里面 记载的一些东西啊 一些这个史实是对这个五帝德跟那个地系性 这两本书的观点呢 都有产发 而且产发的呢 都比较明确 也就是说这个春秋跟国语里边 记载的很多东西 跟这个这个五帝德跟那个地系性 这两本书呢 基本都大部分都能合得上 这个章仪呢 就是比较明显的意思啊 故地福申考 其所表 所表见 皆不虚 这个故地这两个字呢 有点难理解啊 这个故呢 是一个转折词 它呢 相当于今天呢 就是问题是 这个观点是 就问题是 这个地呢 它是翻译成 但是 只是 可以这样理解啊 那么这句话呢 就是可以翻译成 问题是 只在于 没有人对他进行深入的思考 跟研究 那个深呢 就是深入的思考 那个 考呢 就是研究 所以呢 他才呀 对这个两本书 也就是前面讲的那个 武帝德跟地系性 这两本书呢 采取了不相信的态度 但是司马迁呢 因为经过这个 到南方 到全国各地进行旅游 然后呢 采取民风 跟当地的长老会谈 再加上自己读这个 春秋国语 最后他发现呢 这个武帝德跟地系性 这两本书啊 并不像 汉代那个 其他的知识分子 认为的那样 荒诞不惊 所以说呢 这个司马迁呢 对这两本书 也是有过研究的 也就他写这个武帝德的 武帝本纪的时候 可能很多史料啊 就是采自 这个武帝德 跟地系性 这两本书 接下来啊 还有两句 书缺有见 以奇异 乃时时 见于他说 书呢 就是指上书 上书呢 因为里边比较缺 那关于上书的这个历史啊 我就不再说了 因为这个是 古代的一部很古老的书 关于他的这个流传于世啊 说法特别多 这个说 当年齐始皇 焚书坑儒的时候 有这个儒生啊 为了保证这本书 能够流传于后世 就把它那个藏到 甲缝里边了 就不让这个其他的人找到 后来呢 这个随着汉朝的建立啊 因为秦朝呢 也没有存在多长时间 然后有人呢 就把这个书呢 从这个墙缝里面给刨出来 就变成了古文 因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这个书呢 是用各个国家的那种蝌蚪文写的 谁都不认识 而且呢 当时的战国时期 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自己的文字 那个赵国的文字啊 可能跟那个卫国的文字啊 还有跟那个南方的楚国的文字 完全都不一样 所以说自己留的都是自己的文字 然后这个叫古文上书 然后那个金文上书呢 是指相对于汉代来说的啊 汉代呢 就是说有很多儒生还没死 因为秦朝嘛 就十多年就完蛋了 那么秦朝以前的很多儒生啊 他在学这个儒学的时候 他都记到脑子里面了 等这个秦朝这个完蛋的时候呢 到了汉朝开始新儒学的时候 这些还留存的儒生呢 就凭着自己的记忆 把这个上书啊 把这些这个原来古代的那些典籍 全部都把它复书出来 那这样的话呢 就形成了两本这个上书了 所以说就到后代的时候 就是互相补充 那么到了这个晋朝的时候呢 还有人这个 就就可能 也不知道是因为出于什么考虑吧 我估计可能也是从这个 做学问的考虑 然后到近代的时候 还有个姓梅的一个学者 他呢 模仿这个古尚书 和金文尚书的这个笔法 又重新做了这个尚书 最后呢 到清朝 到清朝的时候 被后代啊 到宋朝清朝的时候 明朝的时候 有人就认为呢 这个就看出来了 说这个 金朝的时候 那个姓梅的人写的那个尚书啊 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关于这个尚书的这个这个版本呢 它流传有很多 反正就是总而言之呢 被公认的尚书的这个原版的 大概一共有二十八九篇的样子 也被认为呢 是最古老的这个书啊 所以说这个尚书的这个 尖过啊 有缺失的这个地方 那么他缺失的那些呢 就实时呢 在其他的学说当中会碰到 零散的零星的一句话呀 两句话呀 有的时候可能是在这个左传里边啊 在这个其他的典籍里边啊 有的时候会碰到 但是已经不全了 这个叫奇异啊 那个异呢 就相当于是那个 就是一个兔子旁 一个兔子底下 加一个走声的那个异啊 就是散失的那个意思 然后司马迁呢 对自己的这个做法呢 也是很满意啊 他就夸了自己一句 他说如果不是像我这样 好学深思的人啊 心里呢 而且去过这么这么多地方 心里知道这个 这个这个这两本书 就是武帝德跟帝系 大家被认为是假的 这两本书 如果不是我仔细研究的话 仔细探讨的话 那么故难为浅见 博文道义 那么很难呢 故就是本来 很难呢 就是被就是当时 这个世上流传的那些 浅见跟博文呢 所左右了 就是说这个 所这个 怎么说呢 所影响吧 就是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可能就被这些东西 影响了 那也就写不出来 现在的这个 武帝本记了 于并论次 论次呢 就是整理编排的意思啊 择其言 择其言 由雅者 故筑为本记书首 然后呢 这个司马迦呢 通过对自己的游历 然后对这个古代书籍的整理啊 对所有的这个点籍的这个筛选 最后呢 他挑选那些语言上看起来这个比较这个雅致 而且能够反映历史的啊 这些这个语言呢 都把它留下来啊 然后呢 才筑的这个本记的书首 所以说就把它呢 放在这个 就写了这个武帝本记 而且把它放在这个史记的第一篇 啊 这个呢 就是武帝本记的全文啊 这个当然呢 关于武帝本记 尤其是武帝是谁 然后他们的生平啊 这个流传的这个史料呢 也非常多 真假也难辨 啊 我们读史记的时候呢 就是很多人呢 当然对史记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质疑 也不得不承认 这个司马迁老先生呢 因为受这个时代的限制啊 他拿到的史料呢 毕竟是有限的 你像后代有很多这个史书被 被挖出来啊 像那个 储竹简 还有这个魏竹简 魏竹简就是诸书纪年 储竹简呢 就是这个青蛙简 像这个后 都是后来的时候 在司马迁死后挖出来的 那这些上面记载的历史史实呢 跟司马迁当时他所拿到的那个资料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根据这个呢 也有学者说 史记有相当一部分地方记载是不真实的 那关于真跟假这样的问题呢 就不在于我们这里的讨论范围之内啊 因为这些都是那些这个考古学家 史学家的这个工作 我们呢 就是只负责阅读文本 好了 那我今天呢 就是先说这么多 我们这个五帝本纪呢 这一章到此就读完了 那么下一堂呢 我们开始读这个本纪的第二章 也就是下本纪 大家看看这个夏朝的事 是都有一些哪些有趣的故事啊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大家好 我们前段时间是读了这个史记当中的五帝本纪啊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就读一下夏本纪 那我们先看一下文本啊 夏于明曰文明 于之父曰滚 这个字念滚啊 滚之父曰帝专须 专须之父曰昌义 昌义之父曰皇帝 于者皇帝之玄孙 而帝专须之孙也 于之曾大父昌义 吉父滚皆不得在地位为仁臣 这段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先说了一下这个夏于是谁啊 夏于他的名字叫文明 名字叫文明啊 因为这个文明应该是司马迁给夏于的名字 因为在其他的典籍里边没有见到这样的这个说法啊 所以说在史记里边出现这样的这个名称 应该是司马迁先生 可能根据其他的史料 然后是确定下来夏于的名字叫文明 夏于的父亲呢 是叫滚 滚呢 就是我们以前提到过啊 就是瑶想这个在底下的大臣当中啊 征集一个人去治理这个洪水 后来呢 很多人都推荐这个滚 一开始呢 瑶是不同意的 但是呢 这个四月就跟瑶讲说 也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啊 去治理这个洪水 那么相比之下呢 这个滚还不错 可以让他去试一下 于是啊 这个帝瑶呢 就让滚呢去试了 但是呢 试了九年之后啊 滚呢 他并没有把这个洪水治理的很好 所以说呢 这个帝瑶对这个滚的功绩呢 也是非常失望的 滚的父亲呢 叫是帝专虚 这个呢 以前我们讲五帝本纪的时候 这个人呢 已经读过了啊 那么专虚的父亲呢 是昌义 昌义的父亲约皇帝 那这些呢 我们都不用解释了 那么大鱼呢 就是皇帝的玄孙 而帝专虚的孙子 那大鱼的曾大父 曾大父呢 就是曾祖父 就是昌义 那么昌义呢 跟这个夏宇的父亲滚 这两个人呢 当时活着的时候呢 都没有在地位上 也就是都没有做过这个天子 都是人臣 所以这段呢 就介绍了一下这个夏宇的家世啊 这里边呢 就有一个问题啊 这个夏宇呢 我们根据下本集这里讲 夏宇呢 是这个专虚的孙子 而呢 这个顺呢 是专虚的六世孙 那么实际上呢 如果这样来说的话 这个鱼呢 夏宇呢 就应该是顺的爷爷辈了 所以这个嘛 就有点奇怪啊 就是这个司马迁 这个老先生 做这个史记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 有没有核对过这个史料啊 后来有有这个史学家分析说 如果夏宇的这个辈分 比鱼顺要是大三辈的话 也有可能在一起 也就是说两个人 也有可能是这个 就是在同朝为官吧 但是呢 可能是夏宇比较年老 这个顺比较年轻 但是后来看呢 并不是这样 所以说呢 这个在年龄上啊 这个可能还是多多少少 有一点出入 不是那么特别可信啊 接着我们往下来看啊 当地遥之时 洪水滔天 浩浩拐山相邻 下民其忧 遥求能治随者 群臣四月 皆约滚渴 这个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那段啊 就是地遥的时候 洪水滔天 这个不用解释 浩浩淮山相邻呢 也不用解释了 浩浩淮山相邻 那么淮山呢 就是指这个水啊 把山给包上了 相邻呢 这个香呢 是指上升的意思 也就邻呢 是指小山 那么这个水呢 因为太大啊 把这个小山呢 就慢慢慢慢的 就开始淹没了 这个叫淮山相邻 下民其忧 那么老百姓啊 就很忧虑 遥呢 就是求能这个治水的这些人 群臣呢 四月 就推说呀 这个滚是可以的 遥曰 滚为人赴命毁足不可 四月曰 等之 未有咸于滚者 愿地试之 于是摇听四月 用滚治水 九年而水不息 功用不成 那么摇就说了 说滚这个人吧 为人负命毁足 负命毁足呢 就是违背命令 败坏同足 说这个人人品不行 不能让他去这个治水 但是四月说了 这个等之呢 是什么意思呢 等之就是这个 比较的意思 就是你其他的人 跟这个滚呢 要是相比的话 没有比滚更贤能的了 也就是说除了滚呢 我们再找不出来 另外一个合适的人去治水了 所以呢 还希望 这个愿呢 就是希望 希望地窑啊 您试一下 行不行 总要拉出去溜一溜才可以 于是呢 这个地窑呢 也觉得啊 四月这些人说的有道理 就用滚呢 去治水 但是呢 九年之后 这个水啊 还是不稀 也就是治水的成果呢 还是不好 功用不成 这里的用啊 这里的功用 跟我们现在的功用不一样啊 这里的功用 那个用是因的意思 因为的那个因 也就是呢 这个事情啊 并没有办成 那这个所以呢 就这个 滚呢 治水就没有成功 于是地窑 乃求人 更得 更得顺 顺登用 设行天子之正 寻守 行事滚之 治水无状 乃急滚于 雨山已死 天下皆以顺之诛为事 于是顺举滚子于 而始蓄滚之夜 于是这个地窑呢 发现这个滚治水不行 不是这块料 就求其他的人 就得到了顺啊 顺呢 就灯用了 这个灯用呢 就是任用的意思 灯呢 有这个上升提拔的意思 灯用呢 就是顺呢 就被任用了 设行天子之正 寻守 这个我们以前都讲过了啊 就是这个 当时的天子呢 是五在一寻守 五年呢 到各地的诸侯国 去看一圈 那么其他的四年呢 就是各地的诸侯国 要到天子这里来朝见 这个叫寻守啊 行事滚之治水无状 这个顺呢 在寻守的时候 发现呢 当初这个滚呢 在治水的时候 确实这个情况 治水的情况啊 它的成绩呢 不是那么特别理想 治理的洪水呢 也没有取得什么功绩 这里的无状呢 大家可以理解成是不像样子 那无状啊 就是指这个没有功绩 或者是没有这个良好的表现 于是呢 就急滚于雨山 以死 这里这个急字啊 就是后代很多人 对这个急字呢 产生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 有的说这个急就是杀 说把这个滚呢 在雨山这个地方杀死了 也有的说这个急是流放 说最后呢 把滚呢流放到雨山这个地方 也有的说法呢 说这个急是通那个 极端的那个急 它的意思呢 就是急困的意思 就把雨把这个滚呢 故意困到这个雨山这个地方 一直让它自己在这里自生自灭了 所以呢 就是我们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说法啊 就是在这里呢 我觉得可能通极的这个说法 还比较和这个原文贴切啊 天下皆以顺之珠为事 那么这个顺呢 在处理了滚这个事情以后呢 大家天下的诸侯都认为啊 这个顺处理滚 处理的是非常到位的 于是呢 这个顺呢 就举滚的儿子雨 也就是这个大雨啊 让他呢 去继续滚 当年没有完成的那个事业 接下来我们往下看啊 遥崩 地顺问四月曰 有能成美遥之事者史居官 皆曰 伯宇为司空 可成美遥之功 顺曰 皆然 命于乳平水土为时免之 于拜棘手 让于歇后继高遥 顺曰 辱其往事尔事已 这个 帝瑶呢 就 崩啊 就加崩了 帝顺呢 就正式的登上了天子之位 他就问那四月 就是这个管四方诸侯的这个长官啊 当然有的说是四个人 有的说是一个人 一直呢 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就问这个 就我们暂且当他是四个人嘛 就问这四个人说 有能成呢 是成就 美呢 是发扬 有谁能成就发扬 当年帝瑶的那个事业的 啊 你可以把 大家可以把它举荐出来 让他呢 去做官 然后底下的人呢 都说 说这个 伯宇呀 可以做司空 伯宇做司空 伯宇呢 就是大宇 这个伯呢 就是指 是这个诸侯之长 当时的诸侯之长叫伯 那么司空是一个什么官呢 司空主要是掌管工程建设的 所以呢 这个如果让他做司空的话呢 治水 这样的事情呢 就归司空管了 他呢 可以成就发扬 帝瑶的功劳 那么顺就说了 说 接 然 接呢 是发语词 然呢 说好吧 就同意了 命于 回过头来呢 这个帝顺呢 就命令大于 说乳瓶水土 瓶呢 就是治理的意思 你治理大和 为事免之 这个免呢 就是努力的意思 说你一定要努力勤勉啊 就是对语的进行告诫啊 大于呢 就拜棘手 棘手礼呢 是当时古代的一种比较 这个重的礼啊 它是指那个双膝跪地 然后呢 是这个左手压右手 放到地上 基本呢 把这个手放在胸口的位置 然后额头呢 是要接触到地面的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那个磕头 但是呢 这个动作稍微有点不一样 然后呢 这个鱼啊 就拜棘手 说我可能还不行 我的能力还不够 他呢 就决定呢 把这个活 让给这个歇 也就是后来商的十足 让给后继 也就是气 让给周的十足 然后呢 也想让给高瑶 大于呢 认为这几个人 他的德行和才能 都可能在自己之上 那么让他们去治理这个大随 可能更合适 然后顺就说了 说辱其往事而事 以以 说呀 你就别客气了 你还是去办理 你所负责的这些事吧 这里的事啊 就是这个事例的事 是治理办理的意思 说你就是前往 去该干什么 你就做什么去吧 就不要再谦虚了 这几句话呢 是说大于的为人啊 他呢 这个为人是 民己客秦 民己呢 就是敏捷 客秦呢 就是耐劳 就是指他说话办事呢 就动作很麻利 而且呢 又能够吃苦耐劳 其德不伪 就是指说他的德行好 前边呢 你可以说他是这个有才能啊 后边呢 其德不伪呢 你可以说他是德行非常不错 从不违背道德规范 这个叫其德不伪 那个伪呢 就是违犯的意思啊 从来不违犯这个 现有的那个当时的道德 其人可亲 而且这个人呢 看起来是很仁义啊 而且呢 又能够让人啊 感觉到亲近 其言可信 那么他说出来的话呢 都是让人感觉是可信的 也就是啊 言必 言必行 行必果啊 所以说是这样一个人 他的那个声为律 他的声音呢 是合乎音律的 那么这个声为度 他的行动举止 都可以成为当时的这个法度 可以让大家去学的 称已出 那么称已出是什么意思 这个称啊 是指 适合的意思 也就是说这个与大鱼啊 为这个标准制定权衡 这个叫称已出 这个出呢 就好像是行为的意思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大鱼的这个行为啊 就是只要他一有动作 那么他的动作都是合乎规范的 都是很合适的 哎 那个那个就是都都是相称的 跟他的行为都是相称的 他从来就是说 不是说他每一个动作有些动作出格啊 或者有些动作做的不到位啊 大鱼没有 他只要一有动作 都是合乎法度的 这个叫称已出 唯唯目目呢 这个唯唯就是勤勉恭敬的样子 这个目目呢 就是看起来比较肃敬 比较严肃的样子 就为人呢 就看起来很有威严啊 为刚为继 也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大鱼 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都可以成为当时天下人的这个楷模 这个主要是大鱼对这个大鱼的为人 还有他的德行才能的一个总结啊 接下来往下看 鱼乃遂雨意 后继奉地命 命诸侯百姓 兴仁土以赴土 行山表木 定高山大专 鱼商仙人赴滚 公之不成受诸 乃劳身交思 居外十三年 过家门不敢入 这个大鱼呢 接受了这个治理随土的这个工作以后啊 于是呢 他就开始行动了 就这个岁呢 就是于是的意思 他就跟这个义 义呢 就是后来据说是秦朝的这个始祖啊 就秦国人的始祖 跟这个后继一起奉地命 地命呢 就是奉这个顺的命令 命令诸侯百姓 这里的百姓呢 不是指我们现在的百姓啊 这里的百姓是指百官 命令诸侯和百官 兴仁土 就是让他们要出人 出力 以赴土 赴土呢 这里的赴就是认土的意思 也就是治理的意思 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去治理这个土 土呢 就是指这些山啊 川啊 河岸啊 河堤啊 都是这些地方啊 行山表木 行山表木的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 呃 你顺着这个山势往前走 呃 因为当时过去的那个山上边都长了很多森林啊 也没有很 也没有这个人迹 那么这个雨呢 带领这些人 他就要顺着这个山势往前走 边走呢 要边砍这个树木 作为标志 这个叫行山表木 当然在这个上书里面 他写的是随山堪木啊 啊 就是顺着这个山势 然后呢 就探讨地形 熟悉地形 然后呢 你走过去之后呢 这些地方呢 你要把这个树木砍下来 作为标志 给后人看一下 这个地方当年呢 我们曾经是在这里走过的 所以说呢 这个表木嘛 就是指把那个木头砍下来 是作为标记的意思 这个叫行山表木 定高山大川呢 就是这个确定高山大川的治理规划 因为这个雨领的大雨领的这些人 不是在这个山里边 山里边行走嘛 边行走边观看这个山势走向 同时呢 就是记下来 确定 走到一个地方就确定下来 这个地方的高山大川怎么治理 这个叫呢 这个叫叫这个定高山大川 当然在上书里面呢 是指叫垫高山大川啊 意思都差不多 鱼呢 大鱼呢 这个时候就非常感伤自己的仙人 也就是自己的父亲滚 当年呢 那个工业不成 而受到诛罚的 而受到惩罚的那样一幕 所以说他一想到这一幕嘛 他就感到心里很难受 很感伤 于是呢 他就决定用自己的行为啊 为当年的父亲来证明 就乃劳身骄思 劳身骄思是指两种行为啊 骄思呢 就是他的这个思维很焦虑 就是整天在想着这个事 怎么把这个高山大川呢 治理好 劳身呢 就是指身体上的劳苦了 同时一方面要担惊节律的想 怎么去治 同时呢 也身体力行去做 居外13年 也就是说他离开家13年呢 然后呢 就基本就没怎么回过家 当然了 这个大鱼在外邦13年 三这个过家门而不入啊 而不敢入 下边已经说了啊 就是经过自己家门 他都不敢进去 为什么不敢进去呢 一个呢 可能是因为他忙 再另外一个呢 觉得好像自己的工业啊 还没有做成 回到家里边之后呢 也没有脸面去见自己的家人 他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事情做好了之后呢 才能这个进家门啊 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表示大鱼的这个治水的决心呢 是非常大的 继继续来啊 这个字叫做博一时 这些东西呢 他就会被毒成夺九山啊 啊 啊 接下来就是指说这个大鱼 在治水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行为啊 博一时呢 就是一就是指自己穿的衣服 时呢 就是指自己吃的东西 博呢 就是让这些衣服跟食物变得简单 啊 只要有有的吃 有的穿就可以了 啊 至效于鬼神呢 但是呢 虽然自己的用度非常节俭 但给鬼神祭祀的时候 他是 却是非常那个奢侈的 这个叫至效于鬼神 然后呢 碑公式 就自己的这个家 盖得非常呢 就是很低矮 这个碑呢 本来是指低下的意思 就自己的家弄得很简单 但是致费于勾续 也就是说这个 在这个清理勾续的时候 就他不惜花费 大量的这个资财 去把这个建筑搞好 因为他是这个司空嘛 所以他就修筑这个勾续 自己吃的用的 简单点没关系 但是祭祀鬼神 都是用那种 很丰盛的 很洁净的祭品 自己的房子呢 盖的可能比较低 但是呢 这个留下来的钱呢 全部都是用在了 这个修筑勾续这方面 路行乘车 路行乘车呢 就是指这个在路上走的时候 他是乘这个车子的 这个比较好解释 水行乘船 那么在水里边行走的时候呢 他都是乘这个船的 泥行乘敲 这个敲啊 据说是古代专门的一种 在泥路上滑行的 用木头做的交通工具 据说这个交通工具啊 在我们这个杭州啊 在温州这边海边 目前还有 但是我没见到啊 有的那些渔民家里边 据说现在还有的 就是敲这种东西 他是专门在这个滩涂上 在泥路上行走的 山形成菊 菊这种东西呢 后代有人解释啊 他有点像那个当年 谢灵韵呢 在登山的时候 穿的那个木鸡 就他呢 这个菊啊 类似于是一种鞋 他上身的时候呢 他那个前 他底下 那个鞋底下呢 是钉了两个木齿 他上山的时候呢 就把前面的木齿呢 拿掉 就后边的木齿长 有利于登山 他下山的时候呢 正好反过来 把后边那个齿呢 拿掉 把前面那个齿呢 留下来 这样的话呢 他有利于他下山 那这种工具呢 有人说叫菊 就专门登山用的 一种工具 当然也有的人说呢 是一种山轿 那这种山轿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 可能也没人知道了啊 总而言之吧 就是这种东西呢 这个菊 锹 还有船 还有车 这些东西 都是在不同的这个道路上 不同的这个 这个环境下行走 所用的不同的工具 那么他拿什么东西呢 他是左准绳 左手拿着这个准绳 右手拿着规矩 其实呢 他的意思就是 他身边呢 常常带着准绳 跟这个规矩的 这个过去啊 准跟绳 我们现在啊 经常会说准绳准绳的啊 过去这个准 准跟绳呢 它的意义还是不一样的 准呢 是指测定 那个平面的工具 也就是说 测定这个面 一个表面呢 平不平 他用的那种工具呢 是这个准 而绳呢 是测定一条 是这个测定一条直线的工具 这个叫绳 当然我们现在都把它 把它合起来了啊 那么那个规呢 是指画出那个 比较正圆形的那种工具 我们现在说的 圆规圆规啊 说的就是这个 矩呢 那是指画出正方形的 或者是长方形的那种工具 叫矩 所以说这个 准绳规矩 其实还是这个有区别的啊 也就是说 大宇呢 随身带着这些东西 那么 在四时呢 这个在呀 就是指行走的意思啊 四时呢 你可以把它说成是这个四季 就是它你 大宇在治水的时候 这个按照季节去行走 从来不违背 这个四时之意 这个叫再四时 后来呀 也有这个 有人解释说 这个四时 不是指一年的那个四季 这个四时啊 当时是 可能是一种工具 这种工具的名字 就叫四时 再四时呢 那么那个再呢 就是带着 那这个大宇呢 拿着这个准绳规矩啊 同时还带着一个 叫四时的 这样的一个 制水的一个工具 那么究竟是不是 哪种说法更确切 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啊 但是我个人呢 觉得可能是 按照四季 也就是按照四时 四季来这个行走 来治理这个三川 大泽 我觉得这个说法呢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理解 然后开九州 这个九州呢 当然就是这个 指大宇所画的 那个九州的土地啊 包括什么济州啊 像什么扬州啊 淮州 一共是他画了九州 然后通九道 这个九道呢 就不一定是九条固定的水道啊 这个九道是指多条水道啊 碑九泽 这个碑呢 就是指修筑堤坝的意思 也就给天下的那些 很多的这个川泽啊 修筑堤坝 就他们一旦水满的时候呢 不要让这个水溢出来 会对周围的这个农户啊 会对周围的这个人呢 造成这个伤害 多九山 那么就是测量啊 这个大高山大山的这个山系 高山的这个山系啊 大山小山可能都测量 但是这个九呢 并不是指某个固定的九座山啊 就是指数量比较多的意思 这里面除了九州市实数以外 其他的什么九道啊 还有这个九泽呀 还有九山呢 都是指多数的意思 接下来啊 令义 与众树道 可众卑师 命后继 于众 于众树难得之时 时少钓有鱼相挤 以君诸侯 鱼乃行 相帝鱼 所有以共 即山川之便利 于是呢 这个大鱼啊 就命令 义呢 就是后来 秦国秦朝的那个始祖啊 当时呢 他是做这个镇鱼这个管的 做鱼这个管的 主要是管那个山林 草木啊 野兽啊 所以说这个大鱼要治水的话 治山林 你必须得跟这个义配合 他就命令这个义呢 给这个众树啊 就是民众的意思 众树是指人数多 把这个稻子的种子分给民众啊 语呢 语就是给的意思 啊 这个这句话啊 说好了 然后是这个 可重悲失 因为稻子 悲失呢 就是指那种啊 非常悲失的地啊 就是指这种地呢 可能是属于贪图类的 或者是气候也比较温暖的 这种叫悲失 像这种词啊 经常会用在我们南方的 在北方 在黄河一本 一般不会用悲失 这样一个词的 而且悲失这种 这种土壤和气候呢 它比较适合 种植这个稻子啊 所以说这个 就让义给大家呢 稻子 让大家在这个 这个环境下 这个比较 气候潮湿 比较这个炎热的地方呢 种稻子 这样有利于稻子成长 然后呢 他又命后继 也就是周朝的那个始祖啊 给大家难得之时 这个难得之时啊 就是有两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呢 说这个难得之时 是指那些 怎么说呢 是指 就是说 是指一种农作物 这种农作物呢 它不仅可以临时充击 而且也可以长期种植 我个人觉得 这个说法 这个解释 不是那么特别恰当 我觉得难得之时 更多的应该是指那些动物 像这个 羚羊啊 老虎啊 豹子啊 因为这些东西 为什么叫难得之时呢 就是说你打他的时候 是很难打的 像那些老虎豹子啊 你可能如果要是 不集体狩猎的话 这些东西 你是很难打到的 你单打独斗 你面对老虎也好 面对豹子也好 这些猛兽 你是不可能 这个 不可能打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难得之时 应该是指那些动物 因为当时的那个人呢 就是过去在古代的人呢 他当然是吃这个植物啊 这个五谷 偶尔呢 他可能也觉得会打打牙剂 会吃一些这个荤的东西 当然这些荤的东西呢 主要还是靠这个打猎 而打猎呢 相对于种植这个庄稼来说 是比较难的 所以说叫难得之时 时少 钓有鱼相及 因为这个是什么呢 当时这个有的地方 这个野兽比较多 或者是土壤啊 比较适合种植粮食 那么这个地方 出产的土特产就多 那么他可能就吃不了 用不掉 那个时候也没冰箱 但是有的地方呢 可能土地比较贫瘠 对吧 而且这个野兽也比较少 所以说呢 打的人呢 也不会打太多 可能这个吃穿用度就不够 那么这个大鱼啊 跟这个翼 跟这个后继配合呢 就是把那个 吃不了的 那个食物比较多的 那些地方的东西呢 就是钓给那些 食物不够用的地方 这个叫钓有鱼相继 以君诸侯 让各个诸侯国呢 都都这个相对来说 比较平均 与乃兴相帝 这个相呢 就是视的意思 就是看的意思 他要看这个土地地仪 就是这个土地 适合长什么 这个土地的肥沃程度如何 大鱼呢 就是走一个地方 他要看这些地方 他为什么要看呢 就是因为 要用这些地方 出产的土特产品 要向这个 当时的天子进贡的 那个供呢 就是提供供负的意思 所以说呢 这句话翻译过来 就是要大鱼呢 巡视各地的特产 来确定 他应该供应 这个中央朝廷什么东西 这个叫相 形象地仪 所有以供 这个仪呢 就是适合的意思 适合的意思 相呢 就是适的意思 以这个 接下来就是 集 还有一句啊 是这个 集山川之便利 还有呢 就是这个 山川呢 还有这个 土壤啊 或者是这个大河呀 他们哪些地方 走起来比较方便呢 哪些地方不能过人呢 像这个大鱼呢 也就是在行走的过程当中 在考察 这个山川 沼泽的过程当中呢 就一定要都把它记下来 这样的话以后在走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参照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再往下看啊 这个 鱼行自冀州史 冀州 集在湖口 至梁集齐 集修太原 至于岳阳 亲怀之际 至于横章 齐土白壤 赴上上座 田中中 长位集从 大陆集围 鸟移皮肤 夹幼结石 鹿鱼合 这段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 整个这个鱼 下本纪啊 就前面这一块 基本都是取字 上书 这个鱼供 把那个材料拿过来 都是这个 太史公啊 把那个材料拿过来之后呢 经过自己的一些文字上的调整 然后用在了这个下本纪 这个这个史书里面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读的这些 包括我前面读的这些 其实都是这个 这个鱼供那个上书里面记载的 那我把这段先说一下啊 这个鱼呢 先从冀州开始 那么冀州是在什么地方呢 冀州呢 就是大致指现在那个 山西跟河北这一带 叫冀州 集在湖口 那这个湖口在哪呢 湖口就是 我们如果看地图的话 会知道 就是那个黄河 不有个大几字弯吗 那个几字弯 其中有一段呢 是南北走向 那个南北走向呢 左边是那个陕西 右边是山西 那段南北走向的黄河呢 就是陕西跟山西的 那个分随岭 是个分界线 那这个湖口呢 就是在那个 在这个南北走向的 这个黄河的那个岸上 这个叫湖口 也就是在现在的 山西省的极线 在这个地方啊 叫极在湖口 那么在呢 就是治理工程的意思 那治理啊 就是说从湖口这个地方 开始进行水利工程的治理 当然呢 也有一个说法 说在是开始的意思 就是开始治理 怎么理解都可以啊 治梁及齐 这个梁跟齐呢 也是两个地名 梁呢 是梁山 就是位于湖口的南面 也就是现在陕西省的 韩城那个地方 齐呢 也是个 也是个山名 叫齐山 齐山这个地方呢 就是周朝的始祖 就是从这个 古宫胆辅那一带吧 大概可能就是 搬到这个齐山这边来了 这个齐山 那么就治梁及齐 那齐山呢 就是在 今天陕西省的齐山县 就这两个地方呢 就是开始治理 吉修太原 这个太原 这个太原就不用说了 就是现在指山西的太原 至于岳阳 岳阳是指哪呢 就是指那个太岳山 以南的地区 山南随北 叫阳 那么岳阳呢 就是指太岳山的南边 这个地方呢 也开始治理 清淮至宫 清淮呢 就是指这个一个地名 指现在河南省的 修武县的那一带 至宫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兴修水利啊 取得了很大的功效 就是在清淮这个地方 叫清淮至宫 至于横章 横章呢 就是指这个 张水入黄河的那个地方 张水在哪呢 张水在今天的 河北省的曲州县 那个地方 应该是在黄河的下游了 黄河的下游呢 有一条支流啊 叫张水 那个地方呢 就是是入黄河的那个地方 叫至于横章 起土白壤 因为它的土呢 是属于那种沙制的啊 所以说看起来颜色有点白 壤呢 是指这个土呢 土质还不错 土质是不错的啊 比较肥沃 叫白壤 富上上错 这个当时啊 这个天子呢 中央朝廷呢 把各个地方向中央 给这个贡负的 这个负税的标准呢 是分成九个等级的 包括他们所处的那个地方 也是分成九个等级的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土地可能比较好 那你可能你的土地就是属于一等 然后呢 你的负税呢 可能也交的比较高 当然呢 并不是说你土地好 交的负税就一定高啊 因为这是一个综合的经济衡量 可能有些地方土地 土质并不好 但是它其他的这个产业比较发达 那么交税的时候呢 交的也是比较多的 总体来说呢 把土分成是九等 这哪九等呢 就是指这个上中下三大等 然后呢 上分上上上中上下 中呢也是一样的 分中上中中中下 下这一块呢 也分下上下中下下 这个土地分成这样九等 然后呢 这个交的负税呢 也分成这样的九等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 冀州这个地方 他向中央朝廷交的这个负呢 是这个叫负上上错 也就是说你负税要交 要交这个一等的 但是夹杂着二等的 这个错呢 是指夹杂着二等的 也就是说这个负税 还是比较重的啊 田中中 他的田地呢 是属于中中 是属于五等的 你看他这个田地的质量 跟这个他所交的这个负税呢 就没有成正比 说明什么呢 虽然这个地方的田地 土质可能虽然不太好 但是 但是他的总体的经济指标 还是比较发达的 所以说他的负税呢 就比较高 肠胃几种 这个肠胃呢 是指这个当时在河北的两个河流 是这个肠胃啊 肠呢就是肠 肠也是横的意思 就是带一个一个树筋 加一个根骨未见的那个根啊 就是横 长也是横 横也是长 所以长水呢又叫横水 卫水呢就是卫水 这是当时在河北的两条小的河流啊 极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已经顺顺当当的 把它治理好 不再这个堵 淤堵了 让它顺顺当当的流入黄河 两岸呢就不会再这个 在淹掉了啊 叫常卫极从 大陆极为 这个大陆呢是指是一个泽的名字 叫大陆 这个大陆的这泽名就叫大陆啊 所以它叫大陆泽 极为呢就是对这个大陆泽的工程呢 开始治理 叫极为 鸟仪皮肤 当然在上书里面 它写的是岛仪皮肤啊 如果是这个岛仪呢 就是指在那个海岛东仪的地区 所出产的这个皮衣 叫岛仪皮肤 也叫这个鸟呢 通通那个岛啊 那么岛仪呢 就是指河北 靠近海的那一片 可能有一些岛 叫岛仪皮肤 这个岛上呢 它可能生产一些这个动物的皮毛啊 然后他们进贡的东西呢 就是把那些动物的皮毛 进献给中央朝廷 叫岛仪皮肤 夹又结石入于河 夹又结石入于河呢 这句话有点难理解啊 这个夹呢 就是根据苏东坡的解释啊 夹就是斜的意思 就是加一个提手的那个斜 啊 结石呢 是一个山名 这个山名呢 是当时是在河北金黄岛附近了 啊 已经在那个地方了 但是也是比较靠海的 那么它的意思呢 就是说 从海入河 逆流而往西走 你往右看的话 就是结石 这个叫夹又结石 入于河 然后入于黄河 这个夹又结石呢 就好像那个结石山呢 就在这个自己的鸽之窝 这个地方夹在那个地方一样啊 所以说叫夹又结石 入于河 所以它那个夹又结石 入于河就是指岛上陷的那些东西 如果它想往这个中央朝廷去运的话 要走水路 走水路的时候呢 它就顺着这个黄河 可以逆流而上 往前走 就可以一直走到这个当时 这个这个中央这个朝廷 首都那个那个地方 所以说当时的这个水利呢 应该是主要的这个 这个就是水道啊 当时可能比这个路道 还要更发达一些 那好了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下次的时候 我们从这个 远州这个地方开始讲啊 那再见 大家好 我们继续往下读这个下本纪啊 上次呢 我们是读到了这个纪州 大宇呢 就是行自纪州这个地方开始啊 这一段我们已经读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往下看啊 纪河为衍州 九河即岛 雷下即泽 雍举汇同 桑土即残 于是 明得下秋居土 其土黑坟 草窑木条 田中下 富珍 坐时有三年乃同 其共 七思 其匪 知文 浮于记踏 通于河 这个字念踏啊 就是一个三滴水 加一个类字 这个字念踏 踏河啊 是一条河流 既河为衍州啊 那衍州的这个位置是在哪呢 是在这个济水以北 黄河下游 那个入海口啊 黄河下游 它不是有入海口吗 就是那个下游到那个济河 到这个济河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片土地 叫衍州 它呢 应该是包括我们现在的那个山东省的北部 和这个河北省的南部 这一块 这个叫衍州啊 九河几岛 九河几岛呢 说的意思就是当时的那个黄河 入海口 它有九条河流 有九条河流是通向大海的 这九条河流呢 有的时候经常会变 所以说叫九河几岛 一共有九条河 当时可能这个 写这个上书的时候啊 当时上书记载下来的时候 那时候可能九条河啊 古人呢 也数过 后来呢 这九条河呢 经常会有变化 有些河呢 就是互相可能就合并了 有些河呢 可能还是夺其他的河呢 入海 比如说可能黄河会夺淮入海 或者是夺济入海 这些都有可能啊 九河几岛 九河几岛 岛呢 就是疏通的意思 九条河呢 也已经疏通了 雷下几则 雷下呢 是指当时的那个 在衍州这个地方的一个 大泽 泽的名字叫雷下泽啊 叫雷下 吉泽 雷下吉泽呢 就是雷下这个地方 这个大泽也得到了治理 雍举惠同 雍举惠同呢 就是指这个 往雷下泽 这里边呢 往里流水的 一共有两条小河流 有两条小河流 一条呢 叫雍水 一只一只呢 叫居水 这两个河流呢 在没有注入雷下泽之前 他俩是先会合了 会合完之后 变成一条河流 往这个雷下泽 这里边注水啊 那么这个雷下泽呢 大概位置呢 是现在在山东省的 河泽市的东北 离河泽市是很近的 现在可能已经枯掉了 这个雷下泽 雷下吉泽 雍举惠同啊 桑土吉残 哎 山东这个地方呢 可能这个适合 比较适合养 养这个残啊 能种桑的土地 已经在养残了 所以说叫桑土吉残 那么这个残土呢 就是适合种植桑树的 那个土地 叫桑土吉残的 这里的残是指动词啊 就是已经在养残了 桑土吉残 明德夏秋居土 明德夏秋居土呢 是指这个老百姓啊 当时呢 是从山丘上搬下来 叫夏丘 居土呢 是居住在平地上 哎 这个叫居土 因为居住在平地上呢 不管怎么说 应该是比居住在这个山丘上 更方便一点 但是为什么要居住在山丘上呢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水啊 如果要是得不到治理的话 老百姓呢 不敢在那个平地上居住 居住了 万一哪天黄河绝口啊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这个湖泊绝口啊 可能就把自己淹死了 所以当时的老百姓呢 就不敢居住在地势比较低的地方 但是呢 如果这个地方要是一旦得到治理之后 这个河流呢 都比较顺畅 这个湖泊呢 也都围得都比较严实的话 那么这个老百姓当然更乐于呢 从这个山上搬下来 这个地方呢 就是沿州这个地方的土啊 是属于黑坟 土质呢 它是偏黑的 坟呢 是指这个土壤呢 比较肥沃 叫黑坟 草窑木条 也就这个地方 长的这个草啊 非常茂盛 那个窑呢 是指茂盛的意思 木条 木呢 是指树 条呢 是指长 也就说这个地方长的树呢 也都非常高大 叫草窑木条 田中下 中下呢 如果按照这个九等质来分的话 这个田地的土质呢 应该是属于第六等 中下嘛 对吧 中中是五等 那么负贞 而他交的那个负呢 如果按这个九等来算的话 应该是属于下下负 叫负贞 贞呢 就是指下下负的意思 也就是说 他交的负税 是属于交最末的那一等的 坐时有三年乃同 那么也就是说 经过了十三年之后 沿州这个地方 耕作了十三年 那么他这个地方 进贡了土特产 才跟其他的八个州 是一样了 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可能因为 是属于黄河的下游啊 黄河泛滥区 可能呢 也没有得到这个有效的开垦 土质呢 虽然很肥沃 但是呢 他的经济效益并不高 所以说呢 给他规定交的这个贡富啊 就是交最末的那一等 但是呢 因为常年呢 这个老百姓在这里居住 黄河呢 也不再泡满了 经过大鱼 他们这些人的质地啊 黄河都是有规律的 流向大海 所以说这地方的人呢 人气呢 也就是渐渐的这个就多了起来 人的生活呢 也有规律了 而且呢 他的这个经济呢 也越来越繁荣 所以说到了十三年以后 他再交的这个赋税 就跟其他的这个州啊 就一样了 那么这个地方的土特产品 都包括什么呢 就是他的贡品是包括七根丝 七根丝是两种东西啊 两种贡品 七呢 是指当时这个人做的一种 七可能应该是从这个树上啊 刮下来的一些油子啊 经过提炼啊 做成了七啊 然后这个丝呢 是指这个 因为这个地方不是残比较多嘛 所以说这个丝质品 可能也比较发达 齐匪之文 这个匪呢 是匡的意思 匪是匡的意思啊 然后这个之文呢 是指那个那些锦齐之属 就是因为他这个蚕丝业比较发达呀 所以说他这个织出来的这些东西呀 捐薄呀 可能也比较丰富 而且上边呢 都带有文采 所以说呢 叫绝匪之文 然后用这个匪呢 就是用这个匡 把这个当时进贡的时候 你不能就端着一匹这个捐 或者薄就去呀 你要把这个东西呢 放到匡里边 连匡在这个 匡和这个带有花纹的丝制品 一起都奉献给中央朝廷 作为贡富 这个叫祈匪之文 浮于祭踏 通于河 那这些东西怎么送过去呢 就是要通过水道 又通过这个 先在祭水这个地方入水 从这个 再经过踏水 然后呢 到达黄河 再通过黄河 然后送到这个中央朝廷 所以说呢 当时的黄河呀 应该是水道非常发达的 所有的这个功夫 基本都要跟黄河搭上 通过黄河 往这个中央政府去送 可能比这个陆路更方便一点 因为当时呢 可能也没什么路 走这个陆路 再往这个中央朝廷送的话 可能有些很多时候都送不到 通过河送就比较方便了 这个是沿州啊 接下来我们往下看青州 海带为青州 鱼仪极掠 为姿其岛 其土白坟 海滨广泻 绝田 赤鲁 田 上下 腹中上 绝供 言吃 海物为错 待犬 思习 千松怪食 来宜为目 其肥 掩思 浮于问 通于济 这个青州的这个位置呢 大致是相当于现在的那个山东半岛 如果具体的说呢 这个海就是指那个大海 应该就是指这个东海吧 然后带呢 就是指泰山 也就是说从泰山以南 然后呢 这一片区域一直到这个东海这一块 也就是山东半岛 它呢 是属于青州 属于青州啊 那这个地方呢 鱼仪呢 就是指生活在青州的海 海边的一些东夷的少数民族 叫鱼仪 这个鱼呢 有角落的意思 所以说呢 就指好像这个 当时的人的地理观念啊 也觉得好像这个半岛 伸向大海 那么这个地方 其实已经是角落了 那么把生活在这个半岛上的东夷人呢 就叫鱼仪 极略呢 就是这个 这些少数民族呢 也在大宇他们的这个 呃 这个征服之下啊 也就归顺了中央朝廷了 这个叫鱼仪 极略 大宇呢 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也把他们规划好 你们这个江界在哪里 对吧 互相之间不要侵犯 然后让他们呢 安定的居住 这个叫鱼仪 极略 然后呢 这个略呢 就是指风略啊 就是划定江界的意思 叫极 叫极略 维姿起岛 这个维姿是指 呃 当时在啊 山东半岛上的两只水系 都是流向大海的 维呢 是指维水 姿呢 是指滋水 当时这两条河道啊 大宇没有来之前 就这两条河道 有的时候经常会被堵 那么大宇这次来了之后呢 起岛 这个不能读岛啊 就是读岛 岛是领岛的那个岛 通那个领岛的岛啊 就是疏通的意思 那么大宇一来之后呢 把这两条水呢 全部它的河道啊 都已经疏通了 那么流起来就比较顺畅了 起土白坟 白呢 是指它的土的颜色呢 可能是偏白 偏黄那一类的 啊 所以说呢 叫白 坟呢 是指它的土壤呢 比较丰富啊 比较这个土质 比较肥沃啊 叫坟 海滨广泻 这个泻呢 就是通那个泻红的 那个泻啊 海滨广泻呢 就是指海滨这一块呢 全都是岩碱地 那么这个泻呢 有的解释是指 本身这个泻字 就是指岩碱地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 可能这个通另外一个泻啊 就是那个 泻红的那个泻 可能 更合适一点 海滨广泻 就是指沿海的这些地方的 这些海滨这片滩土啊 还经常被这个海水冲刷 所以说就 也就变成了这个 岩碱地了啊 叫海滨广泻 绝田赤鲁 绝田呢 就是这块田地 赤鲁呢 就是指岩碱地 跟前边那个泻呢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一样的啊 鲁地呢 这个鲁字啊 就是有盐的意思 赤呢 应该是有碱的意思 所以说叫这个 盐碱地啊 然后是海滨 赤 绝田赤鲁 田地呢 它的田图 这个田的等级呢 是属于下 上下 上下呢 就是第三等 那就说明 它土质还是不错的 但是它的负呢 是属于中上 就是第四等 负呢 交到负税 比这个田地呢 稍微低一等 它的这个贡品呢 主要是包括盐 跟这个痴 痴是什么东西呢 痴是一种当时的细葛布啊 用那个葛 但是葛呢 它是分粗跟细的 用细葛 织的那个麻布 就叫痴 然后呢 还有包括这个海物 其他的那些海产品呢 也是这个作为 呃 作为这个当时的这个贡富的啊 叫海物为错 错呢 就是比较杂 品种比较繁多 叫海物为错 那么带犬 是什么意思呢 是指这个泰山的那个山谷间 叫带犬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产一些丝啊 喜 喜是那种不结子的大麻 叫喜 也是用来织布的 签啊 这个就是金属 松啊 就是松树 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 这些呢 都是这个泰山的山谷间生产的 也都是作为这个贡富的啊 来仪为牧 这个来仪呢 就是指生活在 这个山东半岛的一只少数民族 应该也是属于东夷的一只 当时呢 这只这个部落呢 少数民族的部落呢 还是以放牧 以这个畜牧业为主的 主要生活在那个 今天的来州跟登州的 这个这些地方啊 它从事畜牧业 来仪为牧 然后呢 其匪掩丝 这个跟前面是一样的 就是把这个掩丝 放枝 弄好了之后 放在这个筐里边 放在匪里边 作为贡品呢 把它贡献上去 这个掩呢 也是当时的一种桑树 叫这个掩 也是蚕 可以吃它的叶子的 然后呢 它的主要也是为了养蚕用的啊 所以说这个吃它的叶子 然后这个蚕呢 这个吐出来的丝 就叫掩丝 那么这些东西 怎么运到中央朝廷去呢 还是要通过水道 因为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山东半岛 这个地方呢 有问水在 有问水 这个问水呢 是通向那个济河的 只要是从问水上来 浮于问 就是在问水上 现在问水这个地方入河 然后通向济水 从济水再通向黄河 然后再这个到达中央朝廷 把这个贡品呢 就送上去了 这是指这个青州啊 海带为青州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徐州 海带及淮为徐州 淮夷旗智 蒙语旗义 大野及都 东元底平 齐土赤之坟 草木建包 齐田上中 富宗中 共围土五色 鱼犬下敌 易阳孤同 四宾福庆 淮夷 贫珠寄于 齐匪 玄仙稿 浮于淮寺 通于河 这个徐州啊 包括哪些地方呢 徐州是包括 今天山东省的内陆地区 和江苏省的北部 这个地方叫徐州 那么如果根据这个 下本集这里记载啊 叫海带及淮 海呢 就是黄海 东边的黄海 那么西边呢 到带呢 就是泰山 然后南边呢 是到这个淮河 就是这一片区域 就叫徐州啊 所以从这里来看呢 这个当时的山东省的大部分 其实是属于徐州的啊 不一定是属于青州的 青州只是指山东半岛的那一部分 淮夷旗帜 淮水跟以水得到了治理 这个淮水跟以水呢 是指当时的这个 在徐州境内的两条水系啊 尤其是以水 这个以水呢 大致的走向是由南到北的啊 也可以说由北到南啊 这个淮呢 就是淮河 淮河呢 就是由东到西的 它呢 这两条水系呢 得到治理 蒙雨其意 蒙呢 就是蒙山 雨呢 就是雨山 蒙雨在哪里呢 这个蒙山呢 现在就是在山东省的蒙音县 雨山呢 就是在江苏省的北部 应该是在徐州附近 这是两座山明啊 但是这两座山都不是很大的山 义是指种植庄稼 那么这两座山呢 都是被治理出来 可以这个种庄稼了 所以说叫蒙雨其意 大野集都 这个都呢 在上书里面是做猪的 就是一个三滴水 加一个我们现在养猪的那个猪 就是水一起往一起聚集的那个样子 汇聚的那个样子 叫猪 那么这里这个都呢 就是通那个猪 就大野呢 是泽的名字 就是指山东的大野泽 山东的大野泽呢 就是又叫聚野泽啊 就是在山东省的聚野县的境内 这个泽现在应该还有 大野集主 就是那个周围的水啊 都流向了这个大野泽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变成一片这个水域了 当然了也得到了治理 东原底平 东原底平呢 它的意思是指东原是指山东省东平县一带 它的脊髓呢 都已经退去了 所以说那叫底 叫底平 底平呢 就是治平啊 就是这个底字啊 有的时候是会写上那个 把上面的点去掉 叫底平 也就是说这个这个地方 东平这一带的这个地方的脊髓 已经就没有了 经过大渔的治理之后 这个鱼水 鸡水啊 已经被排出去了 底下的这个田地呢 都露出来了 叫东原底平 其土呢 它的土质啊 是属于赤质坟 赤是指它的颜色 是偏红的 质呢 是指它的粘合度 是比较粘的 也就这地方的土呢 有点粘 坟呢 是指它的土质 还是比较肥沃的 草木贱包 这个包字呢 是通那个 上面有个草字头的 那个包 是指这个草木丛生的意思啊 那么草木呢 就渐渐的长起来了 叫草木贱包 齐田上中 它的田地的这个等级呢 是上中 上中的应该是第二等了 也就说明 它田地还是很肥沃的 但是它的负呢 是属于中中 负税呢 是交五等的 叫中中 它的贡品呢 就是 这个贡品比较绝 它是贡五色土 是贡五色土的啊 因为这个地方产五色土 然后还贡富什么呢 贡富这个鱼犬下笛 鱼犬就是 雨山的那个山剑 叫鱼犬 就跟那个带犬 是一个意思啊 但是这个地方呢 就是雨山这个地方呢 它产下笛这种动物 下笛呢 可能被认为是 当时的一种野鸡的名字啊 叫下笛 可能是因为它的这个羽毛呢 比较色彩斑斓 所以说叫下笛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下笛野鸡 被抓住之后呢 也是作为贡富的 一阳孤同 这个一阳啊 有人解释是在江苏省的 批县境内 但是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 因为那个山东省的区府啊 它嘎之窝那个地方 有一个小的国家 在春秋的时候呢 这只小的国家叫诸国 诸国它的国境内就有一个山 叫义山 所以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 这个义山呢 应该是在山东省的 区府县的附近 这个地方它产什么呢 它产孤铜这种东西 就是铜树 铜树呢 是做琴的这个好的材料啊 所以说这个喜好音乐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铜树呢 也是作为一种贡富啊 贡献给中央朝廷 四宾浮庆 这个庆呢 是指用来做一种乐器的石头 叫浮庆 浮呢 就是把这个石头放到 这个在水上浮 那你可能会奇怪 这个石头怎么会在水上会浮呢 等一下会说啊 这个四宾呢 四呢 是指四水 冰呢 是指河边 是指河边啊 为什么叫这个浮庆呢 就是指 它并不是说这个石头啊 就是做庆的这种石头 真在水上浮 而是因为呢 这个四水在流淌的过程当中 它河底呢 经常会有这种 适合做庆的这种乐器的石头 然后这个石头呢 经过太阳光一照啊 就在水中的若隐若现 你从远处的时候 从远地的地方一看呢 就感觉这个石头好像是在水上浮着一样 叫浮庆 叫四水浮庆 这是一种 四宾浮庆啊 这是一种说法啊 当然了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指说这个 四宾沿岸可能产 这个 这种石头 但是呢 因为这种石头 它是贡品啊 所以要通过这个四水 要往中央朝廷运 那么它就可以把它搬上船 这个船呢 在四水的水面上行走 也可以叫四宾浮庆 那么取哪种 那就是您自己选择 都应该能说得通 怀疑贫珠寄予呢 这个怀疑呢 是指淮河两岸 生活的那一代的疑人 叫怀疑 这个地方产什么呢 产这个贫珠 贫珠呢 当然有的读银 也把它堵成这个 堵珠啊 就是指这个珍珠 其实就是指那个珍珠啊 是指棒珠 就是那个核棒啊 它里面不是产这个珍珠嘛 这个叫贫珠 这个季字呢 是通那个季啊 就是一个季然的季 底下加一个蛋字 就是那个 一个日底下加一横 它呢 就是等于是核与极 那这个句话的意思就是 怀疑这个地方 它生产的土特产品是 是这个珍珠和鱼 和鱼啊 这些都是贫品 那么它的私质品呢 是这个玄仙稿 仙稿呢 都是一种这个私质品啊 那么玄呢 是指它的颜色 是指是黑色的私质品 把它装到这个肥里边 也就是装到这个筐里边 贡献给中央朝廷 那么它怎么运呢 就是通过淮河跟赤水 通向黄河 还是通过黄河 往中央朝廷运 因为这个四水呢 它是南北走向的 跟淮河是通的啊 淮河呢 是东西走向的 所以说只要这个东西 从这个四水 或者淮水上边 装上船 那么就可以直接达到 这个黄河的 这个这一带了啊 然后就可以直接运到中央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扬州啊 这是大雨化九州之后的 另外一州 叫扬州 淮海为扬州 彭里集都 羊鸟所居 三江集入 镇则制定 逐渐集步 其草为妖 其木为桥 其土图泥 用田下下 富 下上上杂 上上杂 也是错的意思啊 供金三品 摇坤逐渐 尺格 与经 羽毛 岛仪惠福 这个 其匪之辈 其包 局 又 西贡 均江海 通 淮寺 这个就说扬州了 那扬州指现在的哪个地方呢 应该是指淮河 以南 然后呢 包括江苏 上海的大部 安徽的一部分 包括浙江的 大部分 也浙江靠北的 这一大部分 就是叫扬州 淮呢 就是指淮河 海呢 就是指这个应该是东海了 应该是东海 然后这个 就这一片区域呢 就叫扬州啊 然后这个地方都有什么这个地理的地理地貌呢 它有一个大的贪图地叫彭里 有人说彭里是这个鄱阳湖啊 但是这样说应该是不准确的 彭里呢 应该是在沿江沿着长江两岸的一片沼泽地 它应该是包括鄱阳湖的 就是包括那个江西的鄱阳湖的 但不仅仅是鄱阳湖 吉谷呢 还是这个都啊 还是相当于那个三滴水下一个珠字的那个珠啊 就是指水聚集的那样子 也就是水呢 都聚集到彭里这一块地方 羊鸟呢 通常是指这个据说是指大雁啊 因为这个地方呢 是这种鸟呢 它是喜欢这个随羊而走的 就是这个冬天呢 它可能来到我们这个南方 夏天的时候呢 它就是回到北方了 是属于一种红雁一类的这种候鸟啊 是每年这个分两个季节南北来回飞的 那么这个叫羊鸟所居 羊鸟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呢 也居住了 居住在这个就是彭里泽这个地方啊 三江吉入 这个三江呢 古代的说法非常多 但是呢 我个人认为可能应该就是在这个苏州附近的 有三条这个小的河流 因为在那个另外一本史记在国语里面 其实也提到这一点 就是吴越战争的时候 吴越 吴国跟越国打仗的时候 其实也提到这个三江了 这个三江呢 并不是指什么其他的多大的江啊 不是 就是从这个太湖 应该是从太湖这个上游分出来的 这个三条小的这个支流 然后慢慢的就流入大海了 所以说叫三江 那么三江吉入 就是说这个三江呢 它的水已经通向了五湖 跟五湖跟大海之间呢 都已经连上了 也已经得到了治理啊 三江吉入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吉入海 也可以啊 镇泽制定 镇泽呢 就是指太湖 太湖呢 在古代是叫镇泽的 当然太湖呢 也有其他的名字 比如说叫这个利泽 也有的说太湖呢 叫巨区 反正叫法有很多啊 制定呢 就是已经得到了安定了 太湖也得到了治理 竹剑吉布 这个地方呢 土特产呢 生产这个竹剑 竹剑是什么东西 可能就生产那种竹字啊 但是这种竹字呢 可能是适合做这种剑吧 所以说叫竹剑 但是在上书里边呢 它这个把竹剑呢 是写成是小荡 小呢 是那种小的竹子 荡呢 是指那种大的竹子 但是呢 这个太史宫呢 把这个小荡啊 吉布改成了竹剑吉布 但是都是竹子吧 逐渐就是一种竹子啊 在这个地方呢 已经遍地都长满了 叫吉布 吉呢 就是全部的意思 布呢 就是都长满了 齐草为腰 就这个地方长的草呢 非常茂盛 齐木为桥 它的这个树木呢 也非常高大 又高 而且又比较粗壮 齐土土泥 这个地方的土质呢 是太湿了 所以说看起来就像泥一样 叫齐土土泥 田呢 是属于下下等的 也因为它这个地方 是属于贪图地区啊 所以说它这个田地呢 它的质量是属于 那个最下一等了 也就是九等了 但是它的赋税呢 就比它的田地要高啊 赋税呢 是交下上 赋税也交这个 应该是交下上 应该是第七等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上杂 同时呢 它还杂出六等 也就是说什么呢 它这个田地的质量 虽然是第九 但是它交的赋税是第七 偶尔呢会有一些 那个第六等的那些赋税 也夹杂在其中 这个叫附下上上杂 是这个意思啊 杂呢在这个上书里边 是被写成错的啊 就是对错的那个错 意思呢也是杂的意思 贡金呢 三品 这个贡金呢 有的说法说是三种金属 包括金银铜 我是怀疑的 持这种说法的观点呢 是孔安国 因为当时呢 那个年代 就大宇的那个年代 金跟银这种 这种金属应该是还没有的 即便是铜 也应该是到春秋 到西州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才有 在那个 它前面的那个下潮啊 就是说有铜 不知道啊 我个人感觉好像 三种金属的说法不太可靠 但是呢 这个正玄的说法 就是东汉那个精学家 正玄的说法是比较可靠的 我是倾向于这种的 他说这个贡金三品呢 应该是指三色铜 就是铜是有了 但是它是分三个颜色的 叫三色铜 可能每种不同颜色的铜啊 它的作用可能也不一样 那么除了这个铜以外呢 它还教这个姚昆 这是两种玉啊 两种玉的名字 还教 还教 要教这个竹剑 就是这个大竹子 小竹子 这些地方都是特产嘛 还教这个尺 尺呢 就是指那个牙啊 这个尺跟牙是有区别的 尺呢 是指外边那个 咬断东西的那个东西 叫尺 所以说我们有个成语叫 这个唇王尺寒嘛 因为嘴唇一没有了 那么这个尺是显露出来的 你不能说唇王牙寒 因为牙是在里边的 那么里边嚼东西的 那个大牙叫牙 外边那个叫尺 蛤呢 是指通常是指那种 没有去掉毛的那种动物的皮 叫蛤 带毛的就叫皮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都合起来了 叫皮蛤 皮蛤的 其实都是指一种 我们现在的蛤 但更多的是指那种 人造的啊 不是真的 皮呢 才可能是指那种动物的皮毛 但是在过去的时候呢 皮跟蛤都是从动物身上 生产出来的 从动物身上剥下来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工艺 还达不到生产人造皮的这个程度 鱼呢 就是指鸟身上的那个羽毛 毛呢 就是指那个牦牛尾 就是指动物的尾巴 那么这种东西 为什么要作为共复呢 就是因为它可以做那个 在军队当中的旗帜 用军队当中打仗的时候 不得打这个两军交战的时候 不得有那个旗帜吗 那个旗帜通常都是用动物的那种 羽毛啊 还有这种牦牛尾啊 这种尾巴 动物的尾巴做成的 然后导仪会服 因为这个地方呢 也是岛屿特别多 你像这个周山群岛啊 什么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啊 所以在岛上生活的这些宜人呢 他的总的也是很多的 他们这绘服是指用这个花卉 织成的那个彩色的服装啊 叫绘服 是指用草 用花编织的那个衣服 比如说像这个缩衣啊 草帽啊之类的 这个叫绘服 像这种东西呢 都是作为土特产要进贡的 啊导仪会服 其匪织背 这个织背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通常是指这个 这个地方也有私织品 我们像杭州的私织品呢 苏州的私织品 这些都是文明天下的啊 所以私织品肯定也是非常丰富的 种类也非常多 通常认为这个私织品上边 它能织出来那个花纹 那个东西叫织背 实际上就是带有背 这样的花纹的私织品 啊叫织背啊 把它装到这个肥里边 也就是装到筐里边 进向给这个朝廷 然后其包 包橘幼西贡 包橘幼西贡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包啊 应该有两个解释 就是不知道是哪个 一个包呢 就是纸包装 就把这个橘子跟柚子 因为这些这种东西呢 这种水果也是我们江南的特产啊 把它包装起来 奉献给朝廷 还有一种呢 说这个包啊 是通那个草字头 那个包是长的意思 说我们这个地方呢 是长橘子跟柚子 然后呢 作为这个贡品 西呢 是通那个刺 因为过去呢 古字里边没有刺这个字 就是刺给的那个刺啊 都是写成西 这两个字长得比较像 所以说都是通用的 西贡呢 就是指这个中央朝廷 指命你这个地方 要贡献给中央朝廷的东西 就像这个橘子 柚子这些东西 都是中央朝廷点名 要要的这个贡品 这个叫西贡啊 也叫次贡 沿江啊 军江海 军呢 是沿着的意思啊 沿着江海啊 然后通淮寺 还得到达这个淮水跟四水 先进入淮水 逆流而上 然后再进入四水 再进入黄河 然后才能送到这个中央朝廷那个里边去啊 所以说叫这个军江海通淮寺 好了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会说一下这个荆州啊 和这个玉州 还有两州 当然了 今天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啊 我们下次再说这几个州 好 我们继续读这个下本季啊 通过前几次的阅读啊 大家发现 因为下本季呢 前面这一块全部都是取自上书余共 上书余共呢 它是这个文字啊 更比这个史记更难懂 史记呢 相对来说 被这个太史公先生啊 把这个字稍微调整一下 我们现在还能读得懂 但是呢 可能大家觉得啊 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地名太多了 所以呢 我个人有一个建议啊 如果想 如果要想把这个下本季 这一张前边这部分 要是读清楚的话 您呢 最好是准备一个地图 现在的那个 现在的中国地图也可以 或者是呢 最理想的地图呢 可以采用那个 谭吉 谭吉乡先生的那个 春秋左传 专门打造的 为春秋左传 专门打造的那个地图 叫春秋地图 那个地图不知道 现在网上还有没有啊 就是如果大家 可以找到那个地图的话 最好能够配合 这个地图来读这一段 那么可能会更有印象 要不然的话 这么多地名啊 非常复杂 听起来可能 也是云里雾里的啊 好 那么现在我们开始读 这个荆州啊 看原文 荆棘衡阳 为荆州 江汉朝宗与海 九江慎中 驼臣 驼臣已到 云土梦为志 其土图泥 田下中 父上相 贡与 毛 史 阁 金 三品 春 干 瓜 百 利 底 奴 丹 为君 陆 陆 户 三国 智贡其名 包鬼 青毛 骑匪 玄 勋 姬祖 九江 陆赐 大规 浮于江 陀 陈 汉 欲于 落 智于 南 和 京 京州 这个地方 应该是在哪呢 它大致的范围 应该是现在的湖南 湖北 如果根据原文来看的话 它是说 京 及 衡阳 为京州 它前边说的这个京 是指京山 京山 应该在哪呢 应该是在 湖北省的 南章县 手里有地图的 这个朋友啊 可以对照一下 湖北省的南章县 在它的西南 那个方向 有一个山 叫京山 然后呢 顺着这个山 一直往前走 就是往下 从这个地图往下捋 捋到横山 那么从京山到横山呢 基本是属于上下的结构 就是这个这条线呢 是上下的 不是左右的啊 那么 京州呢 就是属于 从京山到横山 包括横山以南的 这一大片区域 都是京州 这一块区域都是京州啊 那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 行政区画来看 就是今天的湖南湖北 基本都是在 古京州的范围之内 江汉 朝宗 与海 在京州的这个范围内呢 看地图都会知道 就是这个长江 他的上游呢 是在这个京州的范围之内的 朝宗这个词呢 他本意啊 是指那个大臣去朝见天子 朝见天子呢 他四个季度啊 用的词都是不一样的 春天如果去见这个天子的话 叫朝 夏天呢 如果去见天子的话 叫宗 秋天的话 如果去见天子 叫晋 晋呢 就是那个 怎么应该是怎么写呢 就是秋锦的锦 那个女的 这个 那个非常有名的 浙江那个女的 爱国爱国的一个女青年啊 秋锦的锦 去掉那个王字旁 旁边在右边加一个贱字 就是那个字读晋 秋天的时候呢 这个诸侯去朝见天子的时候 叫晋 冬天的时候呢 朝见天子的时候 叫玉 就是相遇的那个玉 所以呢 这个朝宗啊 它合起来 实际上是等于 诸侯去见天子的时候 会用到这个词 就是诸侯朝宗天子 你可以这样用 但是为什么在这里 用到这个江汉跟海 这个之间呢 就是给人感觉呢 这个大海啊 就好像是一个天子一样 而江跟汉呢 江水跟汉水呢 就好像是天子管辖的 管辖之下的那个诸侯国一样 那么诸侯国去朝见这个天子 用朝宗 那么江水跟汉水流向东边的大海 也向朝宗 也向诸侯去朝见天子一样 所以这个词呢 用在这里是非常 非常活灵活现的啊 九江慎中 这里的九江呢 跟江西省的那个九江市 是不是一个地方啊 这里的九江据考证呢 是在大江以北的那个 广迹黄梅的那些地方 叫九江 他名字就叫九江啊 慎中呢 就是慎德帝氏之中 就九江他所所处的这个地方啊 是慎德这个帝氏啊 应该是属于中间的这个位置 驼尘以岛 驼尘呢 应该是两条水的名 驼尘啊 这个沉水呢 据说也叫浅水 就是那个三滴水 加一个T字 那个浅水啊 驼水呢 也叫也就是驼水 也有人为这个驼水呢 是那个 起源于四川那边的那个嘉陵江 所以说这个 当然这个说法不一啊 我们知道这个驼水跟沉水 它是两条水就可以了 驼水跟沉水呢 一岛 岛呢 就是已经得到了疏通了 这两条水呢 应该是都流向长江的 云土梦为至 这个云土梦啊 它的大致的意思呢 是指一块地区 就是指现在湖北地区的那个云梦泽那一带 叫云土梦啊 所以因为它又有云土一个名字 又有梦一个名字 所以有人呢就把它 后来呢 有人就把它给合成了 这个一个名叫云梦泽 因为这个地方呢 是一片这个湿地 是一片滩土地啊 面积非常大 整个这一片区域呢 都都叫云梦泽 这个叫云土梦为至呢 它的意思就是这片云梦泽呀 也已经得到了治理 齐土土梦泽 就这个地方的土质呢 还是比较跟那个啊 就是扬州的那个土质差不多啊 都是属于泥状的啊 田地的这个等级呢 它是属于第八等 比较差啊 富呢 但是它是确实交三等的富 富上下是交三等的 这个就是它的交的 它所交的这个贡富啊 跟它这个田地的土质 完全就不匹配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荆州这块地方 种田呢 也就是农业 并不是它主要的产业 除了这个农业以外呢 其他的产业可能也很发达 比如说这个地方土特产比较丰富 对吧 鱼类呢 这个可能也比较 鱼类资源也比较好 所以说呢 这个中央政府在给它制定赋岁的时候呢 给它制定的等级呢 还是很高的 它这个贡富都包括什么东西呢 包括这个羽毛啊 这个讲过了啊 毛就是动物的尾巴 屎 隔 还有金三瓶 这个跟前面是差不多的啊 下边这个不一样了 下边这个是春 这个字读春啊 是一个木加一个臀 它呢 也是一种树 然后那个那个叫干 干呢 也是一种树 呃 呃 瓜呢 也是一种树 白也是一种树 这四种树呢 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树质呢 都非常坚硬 可能呢 它就是生长期比较长啊 所以说那个木质都非常非常坚硬的 这个春呢 据说就是香 香春树 呃 这个 呃 呃 据说就是那个 呃 这木啊 这个这木具体也不是很清楚叫什么木头 但是它是这个木质是很坚硬的啊 据说呢 可以做那个车的车员 因为古代那个车呀 它只有一根车员的 所以这个木头呢 要求必须坚硬的 不坚硬的话 前面有四匹马在前面拉着跑 那么这个车员有可能就会被拉断了 所以一定要用那种这个特质的坚硬的木头来做 呃 刮呢 应该就是桂树 就是一个木字旁加一个呃 呃 会议的会啊 因为这种树呢 它非常硬 我们现在也有这种树的 这种树呢 经常会用来做那种啊 这个体育用品啊 像这个乒乓球拍 像这种东西 因为它这个木质坚硬嘛 所以说经常会用这个桂树来做 柏树呢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那个松柏的柏 应该是属于松树的一种 这四种呢 都是木质很坚硬的这个树啊 也是属于贡品 啊 利根底 鲁丹 这四种呢 是石头了 啊 这四种都是石头啊 利底 鲁丹 啊 这个利根底呢 是属于那种磨刀石 啊 粗的呢 据说叫利 啊 细的那种磨刀石呢 叫底 鲁呢 是那种石头啊 是可以用来做箭头的 过去的那个箭头呢 都是用石头来做的啊 啊 丹呢 就是朱砂 这个东西呢 可以做颜料啊 也可以当做这个药品来使用啊 所以这四种啊 敌 利敌 奴丹 啊 这个四种呢 它是属于石头 啊 还有接下来这个呢 也是贡品啊 就是维君 路户 啊 维君 路户啊 这几种呢 应该也是这个 啊 木材吧 啊 君呢 就是竹笋 君就是竹笋啊 然后呢 这个维应该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意义的 啊 就是竹笋 路呢 是那种一种竹子啊 是竹子的一种叫路 还有一种叫户 就是一个木字 加一个苦字 这个念户啊 不要读成苦 这种木头呢 据说可以做这个箭杆 就是过去古代的时候 战争使用的那个弓箭呢 那个箭杆呢 是用户来做的 因为可能它长得比较直 啊 所以适合做这个 做箭杆的 啊 这些东西呢 都是这个荆州 这个土特产品啊 所以说都是作为共赋 要交给这个中央朝廷的 三国治共齐名 这里的三国呢 并不止就是指三个国啊 三只是一个虚指 就是指荆州境内的各个诸侯国 应该是不止三个的 啊 这个叫三国治共啊 治共就是给中央朝廷送这个贡品 啊 齐名 名呢 就是广的意思 就他送的东西啊 啊 种类特别繁多啊 这个名产呢 特别多啊 所以说叫治共齐名 就当地的最有名的东西啊 也是特产最丰富的东西 全部都送给这个中央朝廷啊 还有呢 这个包鬼青毛 这个包呢 还是那个意思啊 包呢 就是很多这个人 把它翻译成是包裹啊 这个也能翻译得通 鬼呢 是一种匣子 就是这种青毛这种供品呢 是被这个包着的 或者是把它放到匣子里边 被运到这个中央朝廷的 那这青毛呢 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种植物 是一种带毛刺的那个毛草 啊 有好像这个在上述上有另外一个词叫包举 当年的这个楚国呀 就是在向这个呃 就是齐桓公称霸那个时候 那个齐桓公看得楚国不爽 然后呢 他想打这个楚国 打楚国你要找一个名目啊 那怎么办呢 然后他就这个 因为齐桓公是尊王攘仪嘛 啊 所以他就打一个名目 他说你楚国 你年年给周王室 贡献的这个包局 也就是这里说的这个茅草 你呢 给的分量不足 所以呢 我要代替周天子来讨伐你 这里的那个这个包草啊 就是属于一种贡品啊 那这包草 它主要是干什么用的呢 就是过去在那个酿酒的时候啊 它那个酿酒工艺呢 非常落后 那个很多酒糟啊 酒渣呀 它那个在酒里边 它不像我们现在的这种 通过提纯蒸馏啊 这种这种 所以那酒看起来特别清凉啊 过去那酒呢 它很浑浊啊 所以看起来这个也不好看 那怎么办呢 要把这个酒里边那些渣子 给它过滤掉之后呢 就古人呢 他就发现这个茅草啊 就是这里边所说的这个 叫就就这个包局啊 这里面所说的是是什么 我看一下 这个名字叫青毛 就这里面所说的青毛 发现了他能够过滤酒里边的 当中的那个酒渣 把那个酒呢 把那个酒呢 顺着这个包毛的杆 往下倒 因为那个包毛上边不是长那种 很融融的那种小毛嘛 那些毛呢 就会把酒里边那些残渣 给它挂起来 最后呢 滤下来的那个酒 相对来说呢 就比较轻 所以这个包毛呢 它是用这个用的 尤其是给这个 祖先祭祀的时候 或者是近神近鬼的时候 这个酒是一定要经过这个 轻毛啊 过滤的 所以这种东西看起来呢 不太值钱 但是它作用却非常大 然后呢 私质品它都贡献什么呢 叫玄熏机组 玄熏呢 就是指 玄是指黑色 是指两种颜色啊 熏呢 是指那种浅红色 也就是说这个 在荆州这个地方 产的这个私质品呢 它有两种颜色的 一种是黑色 一种是浅红色 那个机组呢 机就是珍珠 但是这种珍珠呢 它不是那种 像那个 荷帮里面产的那种珍珠 那么圆啊 这种珍珠可能 形状不是那么特别规则 然后呢 这个祖是干什么用的呢 就是祖 就把这个珍珠 穿起来 用的那个袋子 那个丝带 叫祖 这种东西呢 是荆州的特产 也要贡献给当时的天子的 玄熏 就是黑色 跟浅红色的私质品 再加上那个 一串一串的这种形状不规则的这种珍珠 这些东西呢 都是要贡献 贡献出去的啊 然后九江路次大龟 也就是在九江这个地方呢 它出产一种土特产品 就是大乌龟 这种乌龟 它是有严格的规格限制的啊 就是一尺两寸的 那个才能叫大龟 你不够一尺两寸的那个乌龟啊 就不能叫大龟 这种大龟呢 一旦达到这个尺寸之后啊 就是自己呢 私下里就不能用了 一定要把它贡献给那个中央朝廷 那中央朝廷用这个东西干嘛呢 就主要用这个龟啊 来进行这个补 占补 因为这个占补呢 他认为 古人认为这个龟的年龄越大 那么占补起来就会越零 龟一大 它的生长呢就是需要年头的 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大龟呢 就是因为这种龟啊 它活的时间比较长啊 所以说呢 占补起来也就可能很灵验啊 这种龟呢 也是属于要入资啊 就是要要要送到送上去做贡品的 那这些贡品呢 怎么去运到中央朝廷呢 就要通过江 陀 陈汉 这几条水 进入长江 然后欲欲落 这个地方啊 要注意这个地方怎么理解 欲呢 本来是这个 就是跨过去的意思 但是在这里呢 这个欲呢 它跟那个 我们平时理解的那个欲是不一样的 它有一个专门的意思 就是由水 由这个河里边 你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吧 然后再登岸 陆行 这个过程叫欲 就是说 我在两个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可能是现在 黄河跟那个 淮河跟长江 假如说它是不通的啊 就是没有这个 这个古运河通通起来 那么在这个 如果它不通的话 我从长江 我运行了一段之后 我从长江下来 下来之后 我要走一段路路往北走 走到淮河的滞留之后 我再进入淮河 那么我中间走的这一段路路 用一个词呢 就叫欲 那么这里面呢 欲于落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这些贡品啊 进入长江 通过这个江陀 陈汉 这几种水系 走到距离落水 最近的地方 因为落水跟长江 是不通的 落水是属于那种 就是黄河的一个支流 长江呢 像前面这个江陀 陈汉的都是属于 长江的支流 这两个 两个河之间是不通的 中间肯定是有 陆地隔着的 那么我就从这些支流上下来 走一段路地 然后再进入落水 一进入落水之后 那么我们这个船呢 就可以进入这个黄河了 那么一进入到黄河 就可以 至于南河 就到了那个黄河的南河段了 那么就可以把这个贡品呢 送到这个中央朝廷 这是这个 这一段啊 就是关于荆州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下边的这个豫州啊 玉州相对来说比较短 京河为玉州 一落禅剑 这个字读禅啊 一落禅剑 即入于河 行波即都 道合则 导合则 披明都 其土壤 下土焚炉 田中上 复杂上中 供七思 吃 其匪先续西共 庆挫 浮于洛 达于河 呃 呃 郁州 它的地点 大致是相当于哪呢 应该 呃 只是 应该是指现在的那个啊 啊 河南省的大部分啊 河南省的大部分啊 和这个湖北省的北边的这部分啊 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属于郁州 是属于郁州啊 那么如果根据这个下本纪 它的这里边的定位呢 是属于在京山跟黄河之间的这一块地方 叫郁州 那么它的这个这个境遇之内呢 这块领地之内呢 它的这个河流啊 主要就是一落禅剑 四条河 这个一落禅剑呢 如果有地图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从那个黄河 有一个支流是往南 往这个西南方向流的 那条那个那个 那条支流呢 就是洛河 其实那个我们那个古都啊 洛阳就是在那个洛河上边 然后这个洛河呢 它的上游啊 就是它的上游是分三谷的 分三谷的是那个 是是洛啊 就是在那个 嗯 最下边的那一支 叫伊水 伊水呢 就是那个啊 是最下边的那一支 它这个上游是分三谷 然后呢 在中间的某一段呢 它汇合成一谷了 然后这一谷呢 再往下流 就流到黄河了 就流到黄河了啊 然后这个 这三谷当中的 那个最下边的 那个最靠近最南边的 那个那个叫伊水 那个叫伊水啊 然后呢 就是那个中间那个呢 叫洛水 然后上边的那股 最北边的那股呢 叫建水 又叫 又又叫 又又叫谷水 建水跟谷水 是一条河啊 这是三条了 然后那个 蝉水是在哪呢 蝉水是在那个 主干道上 就是三条河之后 不会合了吗 会合之后 再往前走 那个主干道上 伸出一条 往就是那个 是在那 这条主干道的 北边的方向上 又有一条河 那条河叫蝉河 这个蝉河呢 有去过洛阳的 这个朋友啊 应该知道 蝉河呢 就是把洛阳 分成了两部分 当年的周公 迎接洛邑的时候 是迎接了两个城 那么靠近西边的 这个叫王城 东边的那个呢 就是叫洛邑了 然后它中间的那个呢 就是东边的叫成州啊 东边叫成州 西边的是叫王城 那么两个城之间 它这个水呢 就是以这个蝉河 作为分界线的 所以这四条水呢 就是这个 是非常重要的啊 这四条水最后呢 它都会汇集成一条河 一条这个水系 然后进入黄河 行波及堵 这个堵呢 就是还是我说的 那个那个 类似于就是一个三滴水 加一个猪的那个猪啊 行波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一个古则的名字 就是古刑则 古刑则啊 它的位置在今天呢 河南省的行阳市的境内 啊 就古刑则 啊 行 呃 这 这个 就是这个 呃 也叫行波啊 就是古刑和 呃 集主就是很 很多水啊 都是汇集到它这里了 然后呢 它大宇呢 还疏导了河则 河则呢 是在哪呢 是在那个 山东省的 河则市 余共呢 它是上边呢 就是那个上树里边 那个河则呢 是属于济水水系里边的 对啊 那个河水呢 就是从这个里边出来的 是在今天山东省的定陶县的西北 在那个 在这个地方 就是疏导了 把这个水呢 疏导 通往河则的那个水道都疏导开了 叫导河则 批明都呢 这个批 这个背啊 这里的背读 读批 当然也可以读成碑 因为为什么有两个读音呢 它是有两个解释的 一个解释呢 说它是覆盖 是说这个批是覆盖的意思 但是我个人不同意这种解释方法 因为说覆盖的话是说不通 另外一个 你如果读成碑的话 我觉得这个解释是可以说得通的 因为呢 碑呢 就是相当于一个左耳刀 加一个皮肤的皮 那个字读碑啊 它是有修堤防的那个意思 就是那个江岸大堤啊 那个堤防 然后得有人修 把这个古形则呢 把它修起来 四周的那个堤岸呢 给它修起来 这样呢 就是水在往里在注入的时候 它就不会再冒出来 所以说呢 这个叫批 你可以读成批啊 也可以读成碑 碑明都 明都呢 就是这个 我刚才说的这个 就是古形则啊 然后就说到这个地方 郁州这个地方的土壤了 它的土壤呢 是其土壤 这个是两个意思啊 它在这个地方的土 没说颜色 但是呢 这个地方土是非常肥沃的 壤呢 是有肥沃的意思 下土焚炉 它呢 这个土非常怪 就上面有一层 底下还有一层土 就是这个叫下土 它等于它这个土 是由两层构成的 它底下的这个土呢 就是很肥沃了 焚呢 也是肥沃的意思 炉呢 就是指那种 颜色是黑的 而且这种土质呢 有点硬 就是黑 而且是土非常刚硬的 那种土叫炉 所以说呢 它底下的那层土呢 就是很肥沃 但是呢 土质比较硬 叫下土 下土焚炉啊 它的这个田呢 是属于中上这一等级的 就是九等当中的 第四等 它的负穗呢 较负穗的等级呢 是这个杂上中 上中呢 应该是二等 但是夹杂着的那个呢 应该是夹三等的 夹三等的啊 就是它是 夹上中应该是夹这个三等的这个负穗啊 复杂上中 复杂上中呢 就是二等 不是夹三等 我说错了啊 是二等的这个负穗 夹杂着一等的那个 就偶尔会有个别的土特产品 要是要叫一等的那种土特产品 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田地啊 跟它的负穗呢 也是不相匹配 田呢 比较差 负穗呢 比较高 就说明这个地方的这个其他的经济呢 发展是比较繁荣的 这个呢 叫田中上 复杂上中 它的这个贡品呢 还包括漆跟丝啊 这些都不用讲了啊 然后还有痴 痴呢 就是这个细麻 还有柱啊 柱呢 是柱麻啊 是一种 也是麻的一种 当然还有丝制品 这个丝制品呢 就是鲜絮啊 鲜絮啊 就是一种过去古代的一种 很细很细的一种 续棉一类的 但是不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棉花啊 我们说的现在 我们现在说的那个棉花呢 那个是很久以后啊 也就是很晚了才引进来的 应该是从宋朝明朝的时候 才从外边引进到我们中国来 那么像在这个夏朝的时候 还主要是以种植这个 还主要以丝制品 还主要是以禅啊 以养禅为主的 然后这个西贡 庆措 西贡庆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西呢 就是次的意思啊 就是奉命的意思 然后呢 这个庆措呢 庆是能做庆这种乐器的石头 措呢 也是一种石头 这是两种石头啊 那种措的这种石头呢 是他有个学名叫玉英 叫玉英啊 那个诗经里面有一句诗啊 大家如果读过的话 那个叫他山之石 可以为措 可以为措啊 那个措呢 其实它是一种一种石头 然后朝廷就命令你这个地方 命令玉州这个地方 给中央朝廷提供供负的时候 这两种石头 就是庆跟措 这两种石头是一定要提供的 然后呢 这个浮于落 达于河 那么这些东西 怎么才能运送到中央朝廷呢 就要先进入落水 因为这个落水啊 刚才前面已经讲了 一落缠件嘛 这四条水系呢 是这个玉州这个地方 主要的一个水系啊 先从这个落水支流上来 然后呢 就是顺着这条支流往下游走 就可以到达这个黄河 然后只要一到了黄河之后 那么它的这个东西 就可以送到这个中央朝廷政府了 这是玉州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梁州 华阳黑水为梁州 问波 这个字念波啊 不要念翻 问波及意 驼臣及岛 蔡蒙吕平 何仪止迹 其土清丽 田下上 富下中三措 供求铁 银楼 努 庆 熊 皮 狐 梨 枝皮 稀请 阴桓 适来 浮于浅 欲于勉 入于魏 乱于河 这个文字有点难懂啊 我们慢慢慢慢来 华阳呢 是哪呢 就是指华山之阳 华 叫华山 应该读成华阳 这个华山在哪呢 华山就是现在在陕西省华阴县的南边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五月当中的西月 西月华山嘛 我们在读那个射雕英雄传的时候 那里边不有一个章节叫华山论剑吗 就是指这个地方啊 叫华山 山南称为阳 那也就是华阳呢 就是指华山的南边 然后黑水 这个黑水呢 关于他的考证有很多 各个这个史学家说的法也不一样 但是呢 有一个观点是相同的 就是这个水系呢 应该是在今天 甘肃省跟青海省的那一带 就叫黑水 这个华山之阳 到往西走 到黑水的这一块区域 在魏河以北的这一块区域呢 统称叫梁州 它的这个 我说错了啊 就是往这个 往甘肃那边去 就是魏随南边的这一块 它的这个区域呢 叫梁州 它应该包括现在的陕西省的南部 就是魏河的南部啊 南边的那部分 跟四川省的北部 然后西边呢 甘肃省有一部分 也在这个梁州的范围内 大家如果有地图的话呢 可以稍微大致画一个圈啊 画一个 在那个地图上画一个圈 就是这个地方是梁州 就是陕西省的南部 这个陕西省的南部呢 是指以魏河为主啊 就是从那个黄河 那个底子弯的那个 那个中间那个地方 伸出一个岔 这个岔呢 是东西走向的 这条河呢 叫魏河 是非常有名的一条河 魏河的南岸呢 就是非常有名的 那个西安 就在那个地方啊 那么整个南边 南边的这个 华山以南 一直往西走 往西走 一直到甘肃 青海的那一带的 那个黑水 到这一片区域 包括四川南边 四川北边的 这一块区域呢 都是属于梁州的 这一块 然后这里边呢 这块地方呢 它都有哪些 这个地形地貌呢 就是这个 包括问 问呢 就是问山 波呢 是指 是这个波山 是指两个山名啊 那提到问山的话 大家应该印象比较清楚 我们那个前几年的 那个汶川地震呢 应该就是发生在 这个汶山这里 汶山跟波山啊 那么这个汶山呢 就是现在的 四川省的 敏山的山系 那个里边 波山呢 又叫 春总山 是在 陕西省的 宁强县的东北 这个地方呢 就是波总山 这个地方啊 就波山这个地方呢 它现在是汉水的发源地 汉水呢 它是往南流入到 湖北的 是长江上游的 一条水系啊 它呢 起源就是起源于 这个波山这个地方 那这里边呢 又问 问波吉义 义呢 是指种植的意思 就是这两块 河的 这两座山啊 这两座山的 这个表面呢 都已经被种上开垦了 种上双甲了 叫 问波吉义 驼尘及岛 这里的驼尘呢 是指 四川境内的驼江 跟这个沉水啊 跟前面我们提到的 那个驼尘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这里呢 我就觉得啊 这个驼尘 很有可能是 两类水的名字 不一定是指 某具体的两条河 为什么要不然的话 在别的州 也会出现 这个驼尘 那么在这个 在这个梁州 这个地方啊 也会出现驼尘 这样的同样的 这个字眼呢 啊 当然呢 我们只把它理解成 是两条河就可以了 是四川境内的 两条河 那么驼尘 驼尘及岛 就是这两条河 也已经被疏通 疏通开了啊 然后菜蒙 吕平 菜蒙 吕平呢 这个菜 跟蒙 它是什么呢 也是两座山啊 一个叫菜山 一个叫蒙山 菜山据说在哪呢 是在四川省境内 据说是 峨眉山山系的 一部分 叫菜山 然后那个蒙山呢 是在四川省的雅安 在雅安那个地方 有个蒙山 吕平呢 吕呢 是旅途道路的意思 平呢 是整治的意思 也就等于 这两座山 这个山间的这个路啊 都已经被沟通好了 已经被修好了 叫菜蒙 吕平 这是菜蒙 吕平啊 然后是 河仪 纸祭 河仪 纸祭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河呀 这个字 又有奇异了 有一种说法呢 说河是一种水的名字 可能这种 这条河呢 就叫河河 或者叫河水 也有一种说法呢 说这个河呢 应该是整治的意思 仪 河仪 纸祭 那么这个仪呢 是指生活在四川 这个地方的西南仪 也是指这个少数民族的一支啊 也就是说什么河仪呢 意思就是对西南仪的 这一支仪的整治 已经初见成效了 那个纸祭呢 就相当于是智祭 就获得了成绩的意思啊 相当于智祭 智呢 就是那个 智某某同学的那个智啊 这个纸是通那个智字的 所以说纸祭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智祭 就是在智里东南仪 这块地方 在这个 对这块仪人的智里的 已经初见成效了 叫这个河仪智祭啊 然后就说一下这个梁州 它的土质 其土清丽 清丽呢 应该是指土的颜色 就是指黑色吧 这个土应该是属于那种 黑色的土 其土清丽 它的田 田的等级呢 是下上 下上呢 应该是第八等 第八等啊 是下上 第七等 下上是第七等 负呢 是下中三错 交共负的等级呢 是这个 下中 负 下中 下中是第几等呢 应该是这个 第八等 交负 交负税呢 交第八等 但是呢 为什么加个错字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负税啊 不全都是第八等的 其中呢 又夹杂着那个第七等 跟第九等呢 啊 这个负税 所以加在一起呢 叫三错 就是叫三等 下中三错 就是七等八等 九等的这个负负 都要交上去的 这是交负负的情况啊 然后负品都有什么呢 负品有球 球呢 是一种类似于玉的 有是一种玉石啊 然后铁 银 楼 这几样呢 都是金属 鲁 庆 这两样呢 是石头 然后熊跟皮 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啊 熊呢 就是指熊 皮呢 就是指棕熊 当然有的地方 也把它叫做马熊啊 熊 然后这个狐跟梨 这也是两种动物 狐呢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狐狸 然后梨呢 其实是类似于 像一种山猫那样的 那样的一种 一种动物啊 当然现在我们都把它 都把它合在一起了啊 那个叫狐狸 皮胸 然后织皮呢 是指前方这四种动物的皮毛 这个呢 也是它的这个 一种贡品 也就是说熊皮狐狸是定语 修是那个织皮的 什么织皮呢 就是熊皮 皮皮 狐皮跟梨皮 加在一起 也是作为这个贡妇的 下边呢 那是西寝 因环 是来 这句话也有点难理解啊 西寝 西寝 因环 是来 这里边呢 得知道什么呢 西寝是一种山的名字 叫西寝山 据说呢 这个山的山名啊 是在甘肃省跟青海省的交界处 西寝山啊 因呢 是顺着的意思 西寝山顺着 这个环呢 是一种水的名字 是一条水的名字 叫环水 是来呢 就是前来的意思 那如果翻译过来的话 就是 可由西寝山顺着环水 往前走 叫西寝 因环是来 下一句话呢 是浮于浅 浅呢 当然就是一种水啊 浮于浅 欲于免 入于味 乱于河 这个呢 得这个集中讲一下啊 这里面可能有一种比误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浅水跟免水啊 它是跟这个长江通的 而这个渭水跟这个黄河呢 它是跟黄河一条水系的 那么长江跟黄河呢 这两条水系是不搭界的 不搭界的话 那你如果这样去理解的话 理解它原来原文的这几句话 就有点难理解了 所以说得进行一下语序的调整 你要把这些贡品呢 就是从这个梁州这地方 要运到黄河里边 你要经过这么几道这个工序 第一个 你要从浅水这个地方先入水 叫浮于浅 然后接下来就换了 这个浴字呢 浴字啊 这个浴字不是浴 因为什么呢 因为浅水跟免水 免水也是长江的一条支流 它呢 是可以水路是通的 所以不能用浴 浴呢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啊 就是这个两条水不通 然后从一条水上上岸 再走一段路 再进入另一条水 这个过程叫浴 但是你这里呢 因为浅水跟免水 它是相通的 所以你就不能用浴字了 应该用什么 应该用入才可以 就是浮于浅 入于免才对 然后呢 把这个浴字呢 换到这个浴这里边 这就对了 因为这个前面这两条水系呢 跟后面这个黄河的两条水系 是不通的 你要从长江这两条水系上来 上来之后 要走一段路路叫浴 然后再进入渭河 再乱于河 那这里的乱呢 就是指这个汇入的意思 就是汇入啊 进入渭河之后 然后再往东走 就进入了黄河的那个大拐子 大几次弯那个地方了 那这样呢 你这个梁州的贡品呢 就可以送到中央朝廷了 所以我说这段的话呢 可能有些人对地理不是特别清楚的啊 可能不是特别理解 所以我建议大家啊 可以准备一个地图册 真想把这些地方 把当年这个就是各个诸侯 给中央朝廷送这个贡赋的这个路线 要是说清楚的话 一定要按照这个地图 按照我说的这个地名 然后去到地图上去查 通过看地图 你就会知道 就是这个 他走的这个路线 就会理解了 要不然的话呢 我们这个凭空想象 没有这个空间概念的话 这段话呢 是有点难理解的啊 好了 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然后呢 是这个雍州这一块 包括下边这一块呢 我们放到下次再讲啊 再见 好 我们开始读这个下本纪啊 现在我们已经读到了雍州的这一块 雍州啊 也是九州当中的最后一个 我们看一下原文啊 黑水西河为雍州 落水即西 净属魏锐 七举即从 风水所同 经其一缕 中南敦雾 至于鸟鼠 缘其纸记 至于都也 三威即度 三苗大絮 齐土黄壤 田上上 腹中下 共求林 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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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读干啊 这个字 浮于吉时 至于龙门西河 惠于魏锐 知皮昆仑 西枝 瞿搜 西戎即蓄 这个雍州大志 是在今天的什么位置呢 应该是 陕西省的北部 包括内蒙古的南部 包括青海跟甘肃的东部 和宁夏的一部分 应该是这个地方 叫雍州 它呢 跟那个上次我们说的梁州啊 应该是相对的 梁州呢 是在渭水之南 而雍州呢 是在渭水之北 两个州呢 它的分界线主要就是渭河 或者叫渭水啊 弱水即西 弱水是指什么水呢 是指这个甘肃省境内的张耶和 弱水即西是很有意思的一条水啊 因为它是渭贡上书渭贡当中唯一一条向西流的水 因为中国的地形呢 大家都知道啊 是这个西高东低 是北高南低 所以这个河呢 都是大江东去啊 都是往东流的 因为西边高嘛 整个地形就是从高到低 那么这条水呢 就是这个弱水呢 也就是张耶和 它正好是往西北这个方向流的 流到哪里去了呢 流到了这个内蒙古的居沿海 是流到这个沙漠里面去了 所以说叫弱水即西 净属未锐 净属未锐的意思呢 就是净水流进了未水 大家如果看那个渭水的地图啊 可以知道 就是在那个东西走向的渭水的北岸 还有一条支流叫净水 因为据说呀 这两条水呢 它的这个水的颜色不一样 一条青一条浑 所以说这个净水的水呢 就是流到渭水里面去 那么这个一流进去的时候 在那个交汇的地方 大家一看就清楚了 因为有一半的河水是青的 有一半的河水呢 是黄是浑浊的 所以说呢 留下一个成语啊 叫净未分明啊 所以这个净水呢 就是指这里边的这个净水啊 锐呢 是指这个净水 进入未水交界的那个地方 叫锐 这个字呢 就是代表一条支流的水系 再进入另外一条 这个水系的这个 那个交界口那个地方 就是入口的那个地方 都是叫锐的 都是叫锐的啊 七举即从啊 七举呢 是渭水 渭水北岸的两条这个小的支流啊 是两条水的名啊 叫这个现在这两条水 好像现在已经没有了 可能已经这个干枯了 就是那个当年呢 那个秦国不是开那个郑国渠吗 就是郑国渠的时候 那条郑国渠呢 基本是和渭水平行的 那么这个当时那个时候 郑国渠开 秦国的时候 这个锐 七水跟锐水还应该都有的 所以说呢 等于这两条水系呢 把这个渭水跟那个郑国渠 两天 这个这个两个平行的 这个这两条水道呢 就把它联系起来了 但是现在呢 好像这两条水已经 已经没有了 叫这两条水叫七举 集从啊 所谓的集从呢 就是进入了渭水 因为这个是渭水上面的两条 小小的支流 叫从风水 风水所同 那这个风水是在哪呢 它是在那个 它是 它的源头啊 据说是在陕西省的户县 在那个南秦岭的北岸 北路啊 那个地方呢 然后它向北是流入渭水了 但是它故道呢 已经没有了 这个同呢 是汇合的意思 同时汇合啊 等于它也是渭水呢 上边的一个一个支流 但只不过它是在渭水的南岸 在渭水南边 这个叫风水 这个叫风水所同啊 就是风水流入了渭河 京齐一旅 京呢就是京山 这里的京山呢 跟那个湖北的京山不是一个啊 这里的京山呢 是在陕西省的富平县的西南 又叫北条京山 是在渭水之北啊 齐山呢 就是以前我们说过的啊 就是在陕西的齐山县的东北 那个地方呢 就是周朝的始祖啊 有个始祖之一叫古宫丹府 就是周太公啊 就因为受不了敌人的这个干扰啊 就少数民族在北方的那个干扰 原来呢 他们这个周 这个周家王朝啊 他们的祖先是在宾州那个地方 是在宾那个地方 但是宾那个周围呢 全都是少数民族 这些少数民族呢 对这个周家啊 对这个就是气的后代 不断的进行骚扰 所以说他们在那个地方就没法住了 没法住呢 他就越过了梁山 然后到齐这个地方呢 来居住 那做这个事情的人呢 叫古宫丹府 所以从古宫丹府那一带呢 一直到这个周文王 周武王 都是在齐山这个地方长大的 所以说叫文王 孟子在这个 他的那个书里 孟子里面说文王生于齐山嘛 生于齐州嘛 这个所以这个地方也是非常 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啊 叫这个齐 以旅 旅的意思呢 就应该是这个整治的意思 修的意思 它本来的意思呢 是指道路 旅途嘛 但是这里呢 是指道路呢 已经被修好了 叫以旅 也就是金山跟齐山 这两这两座山之间的这个道路呢 已经被已经被彻底修好了啊 然后中南敦物置于鸟鼠 这几个名字听起来这个有点怪啊 中南跟敦敦物呢 也是两个山名啊 中南山这个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现在的秦岭啊 中南山这个关于古代啊 关于中南山的诗呢 非常多 因为它呢 距离这个西安不远 也就是距古昌安的非常近 过去古代的那个那个文人呢 可能是为了在这个 这个长安里面混个一官半职的 然后他们呢 会走一条路 就是在中南山上会隐居于一段时间 然后给自己造势 让朝廷里边的这个 能够决定他们命运的这些 这些皇帝啊 或者是其他的君王啊 知道有你这么个人 在中南山的地方存在 然后他们就会呢 亲自到中南山拜访 或者是派人到中南山拜访你 然后呢 你这个炒作的 炒作的这个 任务就算完成了啊 所以留下一个成语叫中南洁净啊 中南洁净这个中南山呢 就是这里说的中南 那个敦雾呢 敦雾啊 就是是另外一座山啊 它应该在哪呢 应该是在陕西省的梅县的东南 那个地方呢 有一座山叫敦雾 也就是说从中南敦雾到这个鸟鼠 那这个鸟鼠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也是一座山啊 它的名字叫青雀山 这个山呢 是在今天呢 甘肃省的卫元县的西南 也就是说这些地方啊 从这个我们原文是叫什么 叫中南敦雾至于鸟鼠 这些地方包括前边说的那个金山跟骑山 他们之间的道路全部都已经被打通了 元席纸记啊 这个先说智记啊 纸呢就通还是一样 这个纸就是通那个智 就是智某某同学的那个智啊 一个呃就是比如说智某某同学一封信 就是那个智啊 智记呢就是智礼有功 叫智记 元呢跟喜是两种地貌啊 元呢是指平原 那喜呢就是指稍微比平原 低一点点的那个施地 叫元席啊 元席至近呢 就这个地方的这个平原也好啊 施地也好啊 都得到了这个智礼 一直到哪呢 一直到都也 都也呢是一个泽民 是一片水域的名字啊 当然了也叫朱也 它的地点呢是在今天呢 甘肃省的明秦县 到这一片区域全部都被智礼好了 可以耕种了啊 至于都也三威即度 三苗大序 三威呢就是指三威山 因为前边的那个顺不是 你放这个把四岁都这个 迁到东西南北的各个方向嘛 这个三威山呢就是在西边 啊 篡三苗于三威嘛 就是这个四岁之一啊 渡呢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做居住的意思啊 就是三威山经过治理之后呢 就可以居住了 那这个三威山呢具体地点是在甘肃省的敦煌县 是在三威那个地方有个三威山啊 三苗大序这个三苗呢 本来是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 因为在尧顺的时候他作乱 所以被这个尧顺呢给迁到了这个三威山这个地方来居住了 就变成了三威山这个地方的居民 大序呢就是 意思就是让他们安置旧序 有步骤的 有秩序的安排他们在这个三居三威山这个地方去居住 叫三苗大序 齐土黄壤 它的土质呢是发黄的 但是呢也比较肥沃 壤呢有肥沃的意思啊 它的田是上上 这个田是质量最好的 是一等的田 但是呢你看呢 它的负却是中下 中下是几等啊 中下都已经是第 中上 中中中中下 中下都已经是第六等了 六等了 就是说一等的田 却交六等的负 说明这个地方呢 经济发展并不好 如果要好的话 就是跟那个江南比起来 那地方田不行 但是它的供负交的却很多 说明它的经济呢 要比这个地方的经济要好得多的多 所以说田好不一定会交 这个供负会会交的这个交的交的多啊 要看这个这个地方的综合的这个经济水平才能确定 然后呢 它的供品呢 是包括囚林 栏杆 这三种呢 是三种玉石 就不说了啊 浮于吉石 置于龙门西河 那这些东西 它怎么运到黄河里边呢 就是先在吉石 这个地方 吉石呢 是一座山明 先在吉石山这个地方呢 然后是 就是在这个地方有条河 然后呢 进入到这个河里边 到龙门西河 龙门呢 以前我们说过了啊 我们有个电影叫这个龙门客栈 大家可能是看过那个电影啊 就是能这个 能知道对这个龙门 龙门这个地方可能还多少有点印象 也就是等于都是在这个黄河 黄河的两岸啊 从这个吉石山这个地方进入黄河 然后呢 在这个行水路 然后呢 就是进入这个龙门西河 龙门西河呢 就是现在陕西省的 韩城县的这个西北啊 至于龙门西河 然后在哪最后汇河呢 在这个 魏瑞 所谓的魏瑞呢 就是魏水跟黄河交界的那个地方 最后达到这个地方 所以进入了黄河主干道 那么那它的功夫呢 因为只要一进入黄河 基本都可以送进首都啊 芝皮昆仑西枝 渠搜 西戎集叙 这个昆仑西枝 跟渠搜啊 这个三个地方 这是三个地方啊 他呢 生活的那个那里边 那个上面生活的那个老百姓的 叫移民 也是少数民族 他们像什么呢 他们像朝廷啊 去贡献这个芝皮 这个可能是这三个地方的一种 这个土特产啊 西枝呢 据说应该是在青海省 啊 渠搜呢 据说是在青海省 昆仑呢 就比较有名了 就是在这个青海省境内啊 所以说 这个这三个地名 知道在哪个省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最后一句话是 这个西戎集叙 那么等于西戎地区 经过这样一番治理之后呢 也就整顿就绪了 西戎呢 就是中国古代对西西偏北的 这一部分少数民族的总称就叫西戎 北边呢 叫北狄 南边呢 叫这个南蛮 东边呢 叫东夷 蛮夷戎 是当时的华夏民族 对四个方向的少数民族的这个统称 统称啊 好 这个是雍州说完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把这个渔化九州啊 这个九州全部都说完了 从这个冀州开始 然后说到燕州 说到青州 说到徐州 说到阳州 又读到了京州 又读到了玉州 最后读到了梁州 跟雍州 一共是九个 当年这个渔别九州啊 就是这个指这九个州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还没完啊 关于地形地貌 还没完 岛九山千吉 骑至于京山 玉于河 湖口雷首至于太阅 笛柱西城至于王姑 太行长山至于结石 鹿于海西青猪雨 鸟鼠至于太华 雄耳外方同摆至于富伟 岛潘 岛波种啊 不要念潘啊 岛波种至于京山 内方至于大别 问山之阳至横山 过九江至于浮浅园 这里说的岛九山呢 这个岛啊 就是寻着的意思 寻着啊 就是这个 寻着这些山去走 叫九山 当然这里的九山呢 不一定就是指九座山啊 这里就光是这一小段里边 提到的山就十几个了 所以这里的九呢 应该是一个虚数 就是指多座山的意思 那么下面提到的这些呢 全部都是山的这个名字啊 这个 岛九山这句话的 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 寻行天下大山 把天下整个当时 华夏范围内的 所以能走到的这些大山 全部都走一遍 这个这个 这个三极水 加一个开字 这个念千啊 这个山呢 是在今天的陕西省的 陵县的西南 它那个地方呢 有一个山脚下 有一条水 叫千水 叫千水啊 千呢 是知道地点就可以了啊 然后到岐岐呢 刚才已经说过了 然后再到京山啊 这里的京山呢 就不是那个 楚国那个京山啊 是指渭水以北的那个北条京山 啊 这呢 是一条西一条线 然后呢 玉鱼河 这里的玉鱼河呢 就进入到黄河里边 啊 接下来呢 就是湖口 因为从黄河里边一走呢 就会走到这个 黄河的南北走向啊 就是山西跟陕西 之间交界的 那条黄河 然后就走到了湖口 湖口跟雷首呢 这也是两个山名 湖口呢 是在今天山西省的极县的西南 雷首呢 是在山西省的永济县的东南 有地图的同学呢 或者是朋友啊 可以查一下 然后太阅呢 就是太阅山 就是在今天山西省的霍县的东边 这座山呢 是非常有名的啊 太阅山 然后笛柱 哎 这个山是比较有意思的 这个笛柱呢 它也是一座山名 它原来在哪呢 它原来在河南三门峡市的 那个黄河的故道那里边 原来呢 那个地方是有山的 后来呢 因为不利于行船呢 因为它有个山 在这个黄河中间挡了 所以说呢 解放后啊 就这个政府呢 就派这个派工匠啊 派这个技术人员 把这个山给炸了 就把这个笛柱山给炸掉了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 建成了一个三门峡的水电站 所以我们留下一个成语 叫中流笛柱 这个笛柱说的就这意思啊 就是在水的中间 在流水的中间 有一块那么山就立立在那里 一直都不倒的 叫中流笛柱 后来比喻呢 是某一个领域里边的领衔人物啊 或者是领军人物啊 把它比喻成是这样的人 是非常形象的啊 这个西城在哪呢 西城是在山西省啊 这个阳城县的西南 是西城 到这个王屋山 这个山也是非常有名的 王屋山留下了一个这个预言啊 这个王屋二山嘛 对吧 一提这个王屋山 大家都知道 这肯定跟渔工有关系啊 因为当年他老人家想把这个山品搬走啊 对吧 所以就王屋山 他那个地点在哪呢 是在这个山西省的山 阳城县的西南 也是在这个阳城县的西南 都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一共这个地方是 就是当年渔工啊 但是这个是个是个预言啊 这实际真事是没有的 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太行跟长山置于结石 那这个两座山呢 已经是在这个河北境内了啊 太行山这个非常有名 不用说了 长山的原来叫恒山的 也就是那个呃 这个五月当中的那个北越 这个恒山的原来叫长山 我觉得这个叫长山比较好 因为五月当中有两个恒山 所以读起来的时候特别拗口 就你不知道这个呃 还有一个南方湖南的地方 还有一个恒山 所以两个呃 这个河北这边有个 有个山西河北这边有个恒山 然后那个湖南那边也有个恒山 这五月当中出现两个恒山 所以读起来很别扭 如果改成长山的话 那就是一点问题没有了 但是为什么原来叫长山 后来改成恒山了呢 是因为他犯忌讳了 是因为汉代的时候 那个汉文帝 他的名字叫刘恒 为了避他的会 把这个恒山给改成 把这个这个恒山给改成了长山 后来呢 又又改回来了啊 就变成了这个呃 变成这个这个恒山了 然后接下来呢 是至于结石 结石呢 也是一座山明 是在河北省的昌黎县的南边 这个已经靠近东北那个方向了啊 呃 这是一条道路 然后接下来是陆于海 哎 这个时候就进入大海了 因为这个结石呢 它本身也是在海边离海不远啊 陆于海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的山是西情 哎 这个前面我们读到 读到过这个山了 诸语鸟鼠 至于太华 诸语山在哪呢 是在这个甘肃省的甘谷县 太华山呢 就是 太华就是华山啊 就是陕西省的那个华山 是五月当中的西月 啊 这个呢 就是诸语跟鸟鼠 鸟鼠这个我们以前提到过的 这个这个山啊 鸟鼠同学的 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山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 熊尔外方跟铜摆 置于富尾 这个熊尔山呢 是在哪呢 是在这个河南省的卢氏县 外方山呢 是在河南省的登峰县北边 外方山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你们很熟悉 叫松山 啊 也就是五月当中的中月 嗯 然后铜摆山呢 是在河南省的铜摆县的西南 铜摆县的西南呢 据说这个山呢 是这个淮水的发源地啊 淮水的最上游 富尾山在哪呢 富尾山应该是在湖北的安路线 这个呢 是一条山下顺着这些山走的啊 然后呢 是接下来是这个岛波种 岛波种 啊 置于金山 岛波种 置于金山 金山呢 就是这个金山 就是湖南 湖北的那个金山了 就是南条金山啊 这是两 有 一共有两个金山的 啊 波种这个山 以前前面提到过了 就不说了 然后这个内方置于大别 啊 内方呢 也是一座山明啊 又叫张山 啊 这个 这个 它呢 是在湖北省的中祥县 啊 大别山就不用说了 这个 这个大别山是非常有名的 然后是这个 汶山之阳到恒山 汶山呢 就是指在四川松阪县的西北 哎 就上次说的那个汶川地震啊 就在这个地方发生的 这里的恒山 哎 这个就是五月当中的另外一月 就是南越啊 恒山呢 是在湖南省的恒山县 从这个四川那个汶山到湖南恒山 这个是一条线啊 然后那个福浅园是什么地方呢 这个 这个福浅园呢 是指庐山 江西的庐山的 南路的那个富阳山 叫福浅园 呃 它呢 这个浅园是指高平之地 高平之地啊 所以说叫福浅园 就是指那个 呃 卢山南路的那个富阳山的比较有一块那个又高又平的那块地方 叫福浅园 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呃 岛九山啊 然后接下来 九山说完了之后是岛九川 岛九川啊 因为这个九川比较长 这样吧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啊 然后呢是下一堂课再把这个岛九川的这一段我们再读一下啊 就这个岛九川的岛九川的岛的岛九川 就这个岛九川的岛九川的岛九川的岛九川